各位好,欢迎回到Linux核心设计讲座 在我们这次的讲座要来探讨Skebility Skebility这个词呢,你可以把它翻译成扩展性 那也有翻译叫做延展性 那不过把它翻译成扩展 或是延展其实是在我看来都不是特别好的词 毕竟这个词汇很难说一对一的把它对应到中文 其实很多词汇都会遇到类似的状况 不是只有电脑技术 所以在进行之前,我要特别澄清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维基百科是怎么讲Skebility这个词 你可以看到说它的这个词汇呢,很简单 就是说你看,它说一个系统的这个改进幅度呢,是否可以跟硬体的增加 就是说更多的这个资源啊,尤其是容量 也就是说呢,你可以去思考一件事 像你说各位都很清楚的,考试 多数人都可以做到说 考前认真一点,可以得到60分,70分,甚至高一点的分数 但是呢,一旦呢,你可能成绩,比方说你要把目标定在80分或90分 甚至更高,你想要考100分 好,那你要投入的这个时间呢 往往它不是跟你的分数成,就是跟你的分数直接相关 这难说啊,那往往呢,你会发现你可能 就算这是怎么认真 就停留在90分,停留在80分 那当然,有些人可能比较不幸一点 就是说,投入非常多时间可能还是比60分再高一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我们考试这件事呢 其实它不能说是具备好的Skability 反过来说呢,你会发现有些机制呢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局限 有时候你去想,比方说开这个分店 那这个,如果你掌握一定做生意的诀窍之后呢 你发现有机会把这个规模把它扩大 也就是说你的生产线啊,你投入的资源啊,资金越大的时候呢 你这个营业的这个成果 很可能就跟你投入的资源有一定比例的关联 当然我们讲的这个一定比例,往往它不是线性的 有很多时候是接近线性 或者说到某个时间点之前还是线性 但是在这之后就难说了 好,所以注意到呢,我们今天讲的这些议题呢 其实就是希望呢,带着各位去思考 然后这个东西呢,特别在Linux来讲,非常之重要 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说呢,Linux从1991年发展到现在 从一开始只是一个Linux的个人的爱好最小 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分享给大家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从这个刚好Linux的发展正巧跟网级网路的大红大纸有关 那我们都很清楚,在90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年代 你可以看到说,那个年代比方说像Yahoo啦 或者说90代末期的这个Google都在做很多突破性的事情 那过程中,你就会发现Linux的影子 以及Linux因为受到这些网级网路的需求 然后做很多的调整 那这些调整呢,很多时候就反映在刚刚提到这个Scapeware上 好,那所以我们接下来思考一件事就是说 假设呢,你的伺服器,我们就讲一个很低端的伺服器 注意到我们讲这个低端伺服器很好玩 就是以前是不错的,但是现在来讲吧 为什么需要低端呢?因为很可能你的手机 手表,那种智慧手表很可能它就有两个处理器合 那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为了要让我们这个讲座顺利延进行 我们把Kernel把它翻译成核心 然后把处理器的Core把它翻译成核 所以注意到,Kernel叫做核心 处理器的核,我叫什么叫Core 这样避免一些这个讲太多英文 我觉得说我们在这个讲座尽可能把这个用中文 然后用大家熟悉的这个语言来去表达 那当然有些过程中有些精准性文可能就是精准度 我就牺牲了 好,然后所以注意到,就是我们在设想一个情境 就是说你的伺服器里面有两个CPU Core 好,那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往往呢,是没办法做到两倍单 就是两倍于单核的这个工作 往往是做不到了 那你就想,如果这两个CPU Core 都怎样?都去分摊工作 那为什么没办法做到说 两倍的这个效能呢? 因为你要做,至少要做一件事 就是要做这个协同沟通嘛 你看你想一件事,就是我一拍把这个工作要分成两部分 那缤分两路,或是缤分四路,缤分八路 好,看你的这个处理器的能力吧 好,那但是最后你还是要怎样? 你还是要把这个成果汇整起来 那汇整本身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好,你看想解释 假设我们今天把CPU想更多一点 我有八核 那八个处理器的核 其实能力会不同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或者说因为交付的时间不同 因为存取资源的时候不同 或者说涉及到资源本身的竞争问题 所以最后呢,我就算把它分成八个等份 但是最后汇整的时候呢 这个总是会有人做的比较快 总是有人做的比较慢 那做的快的一定要等慢的 那才能够继续下去 否则呢,最后是没办法汇整的 对吧? 然后,那这些呢 协同沟通的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本 熟悉作业系统的朋友都知道 这期的背后呢,就涉及到各样的Lock 好,但是关键地方是除了Lock以外 我们讲的Skability呢,其实呢 还要考虑到好多层面 好,比如说这个层面 包含说这个硬体之间怎么连接 然后CPU跟记忆体啊 然后CPU跟CPU之间 频快是否更大 还有甚至包含说传递的延迟 甚至你要考虑到一件事 就是说在我们之前的讲座有提过 就是说CPU本身它是一个TOP 它是一个TOP 就想说CPU有非常多核 好,那现在来讲的话 48核啦,96核啦,或是更多核 基本上都是很 在很多伺服器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思考 就是说那我既然这些 网路,就是网路化的这个处理器 以及那个处理器的不同的阶层 包含说处理器对于CPU 那本身它有像说第一级的Cache 第二级第三级 然后这些议题呢都会导致Scapability 变得非常复杂 所以注意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讲座呢 其实你可以想要说在讲这个Scapability的议题呢 相当于是把上面好几个都拿来做归纳 当然你如果能够熟悉像EBPF这样的一个工具 那你可以让你更加掌握核心运作的方式 那当然除了这以外的话 你要很清楚说像这些系统互交在做什么呢 然后再来是说一个Process 一个Thread 到底是怎么去运作的 那背后这个对应的这个Schedule 到底又做了什么事 注意到Schedule呢在我们这次的讲座呢 会重新拿出来探讨 但是我们今天探讨方式不太一样 我们说我们这个刚刚讲Scapability的问题 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我的处理器核数量越来越多 但是呢这个效能反而会有所折损 有没有遇到这种状态 其实会有的 当然过程中呢你会遇到什么 集体管理 然后更有趣的地方是 我们很多时候讲Schedule 竟然跟档案系统有高度的关联 这很难想象的 那它已经发生了 那当然对这个多核的情况来讲话呢 中断处理也是很关键的事情的 那当然Timer是一个中断的一个特例 那这其实说我们讲中断也好 Timer也好都会遇到 然后再来就是各式各样的同步机制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Linux核心设计这个讲座呢 光是同步的就探讨好几次了 对不对 就是从最高阶的那个同步去探讨 然后再次会讲到这个Spinlock 尤其是在特别是在 正在多核去演化的这种各式的Lock 然后再来是说RCU作为一种Lock Free 注意到它是一个Lock Free的机制 它如何去引入 引入的过程中又可以解决spin问题 那这个会去探讨 那当然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算是讲这个即时处理 就是你可以看到下面讲这个Pre-end RT 它跟Scapility也有很大的观点 不过这个议题比较复杂 可能在我们这次是没办法探讨 那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 那也趁这个机会跟大家看一下这个系列讲座 你会发现这个系列讲座后面都有标时间 就是说我因为我每次的讲座都有对应的这个 共笔还有对应的这种录影 那你录影是要特别看这个时间 因为我只能尽量的在特定上的 时间去将就是特定时间点 比方说像我们现在是2019年的7月 那我就只能把今年的核心发展 或者说今年前的核心发展稍微归纳一下 那所以你如果要事后看这些共笔 看这些演讲录影的时候 你要特别留意到这些时间点 因为你的课讨变化真的是非常快 你要说我举个例子 我在2009年的春季在成功大学开了一门 然后叫Linux核心设计的课程 那在我开课的时候 Linux 5.0正要释出 然后打完成绩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打完成绩发现5.2释出了 所以看到我开课的时候5.0还没有释出 然后结果中间冒出了5.0 5.1 5.2到我目前为止 7月7号的5.2.1是最新的稳定版 那你看这个发展真的非常快 重点是不是只是版本号跳动而已 而是上面你可以看到这些考量 其实都有反应到 好那我们回来 来思考这个scapability问题 好 然后我们刚才提到这个scapability问题 就是说再复习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的整体效能 可随着投入了硬体的支援 投入更多的这个 当你讲资源也好 讲资本也好 反正不同观点而已 那也就是说我的整体效能 如果可以随着硬体的成长 而有比例性的成长 然后那我们就成为这样的一个系统 就是有什么scapability 那当然有一种状况 就像我刚才一开始举的例子 就是像大家都很熟悉的考试 而且是台湾风格的考试 台湾风格的考试呢 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预 怎么考试的 那像我是很难想象说 有一个人完全只看教科书 完全只看一本课本 然后就可以就可以去硬考了 我很难想象这件事的发生 好像我就会被一堆考古题 我不知道你怎么考试的 然后那你看 如果真的有人 他光看教科书 而且或者说光去学校上课 然后他就考到非常好的成绩 哇 这样的学生是很惊人的 对吧 你看像我这种比较笨的人 就只能 一直被考古题 一直被老半天 然后可能可以考八十分九十分 但是你如果叫我说 如果目标把它拉高成九十五分 或是一百分 哇那个我可能读的时间可多了 因为我可能过去都是在死懂非懂的情况下去理解 那反过来说像如果有人一开始就是只看教科书 或者只去上课就可以考到八十分 哇那他进步幅度当然是比较大 对不对 比方说他去 他如果愿意花一点时间去学习怎么从考古题去 掌握这些卖动 然后去考前拆题 那当然他成长幅度绝对会比较大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这样的议题呢 其实反应的事情可多了 好比方说呢 有一个议题呢 是cash miss 我们知道在多核的这个系统架构下 我们看一下 在SNP 在多核的情况下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不能只是把CPU的核数量增加而已 那你就会认为说这样的处理不行 其实你要思考一个很麻烦的议题 就像画面中看到这张图一样 画面中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呢 你不难发现 虽然我们心理想是多核对吧 这边有一个核两个核三个核一直到第N个核 可是你看这个处理器的核 这些core 它不是直接存取到这些 这些共享资源 中间有经过什么 有经过cash 而且这个cash 刚才提过 它是有分的吧 有分不同层级的 所以这时候呢 就会遇到一个麻烦的事情 第一个 这个cash本身呢 如果它是不分享的 也就是说今天处理器 第一个处理器它的cash 跟第二个处理器它的cash 到第N个处理器的cash 它彼此之间如果是不分享的话 好 那这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呢 假设呢我今天第二个处理器 去把字要写到主机体好了 好 那我因为写的时候呢 我的cash要跟着更新 好 这本身没什么太大问题 可是呢 那请问 第一个核 它如果读到更新的某一段位置 就是刚刚这个处理器 第二个处理器所更新的位置 假设我们的位置叫做A 所以 第二个处理器更新的这个地址A 然后呢 cash也跟着一笔更新 所以下次呢 那我要存取到A这个地址的时候呢 就很单纯 对不对 就是直接我去存取这个cash裡面的内容 这是对处理 第二个处理器来讲 可是对第一个处理器来讲的话呢 因为这个A这个地址呢 是要更新的 但是我的cash没有跟着更新 对不对 因为这边的cash是独立的 那Tony 这边的cash是独立的 因为不分享的 好 那这时候有个问题 那这样请问处理器一 它该怎么办 你说啊简单 那就跑去主机一起读就好了 那可是问题 如果每次都需要 跑到主机一起去读 那你要cash干嘛 再讲一次啊 我们cash的存在就是因为 它很快 那为什么cash很快呢 因为它的构造 跟主机型构造不同 主机型呢 是采用Drain 那cash呢 采用Srain 那Srain速度呢 是有机会 不是有机会 它就是 会比Drain回来得快 但是呢 它的造价比较高 所以注意到好 所以我们cash呢 一般来讲它造价高 它存在很快 但是它的容量是很有限制的 那反过来说呢 这个主机体采用Drain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Drain 那一般来说它就是相对 廉价很多 然后空间也可以变得比较大 好 那可是麻烦的 就是这样子再说 我们cash存在就是希望 就像考全菜的一样 像我们刚刚举那个 其实我想 台湾人对考试都很有感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例子还不错 就是你考前要干嘛 要拆题 那为什么 考前拆题这么重要呢 因为 你不可能每天都读书嘛 你也不可能每天就把这些 这个 你干嘛 就是考试当做你生活的一部分 往往不行嘛 对不对 这个读书呢 其实也是你这个 应该说读课堂教的那 知识 毕竟只是你学习的一部分嘛 你学习方式有很多啊 你可以 从课本学习啊 你回去打开YouTube 对不对 打开YouTube 然后打开这个 Gutschannel 你可以学习到这些东西吧 所以学习方式很多 但是麻烦你考试 要考的只是 你学习这么多管道的其中一部分 好 那这是我麻烦的 所以呢我就会有个考前拆题 对吧 所以你可以想像cash本身就是一种考前拆题 那麻烦的意思 你怎么知道你考前拆题 拆的东西是不是有过时了 或者说这东西根本不考了 你还堵 好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讲这个多盒的时候呢 其实麻烦的地方是 我们就要有个机制 想办法呢 让cash发挥作用 但是也要让结果正确 当然结果正确是最重要的 你做再做最强的话 结果做什么正确的事 是没用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呢 势必呢 左边的cash跟 右边的cash 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有关联 好 那你可能知道有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MESI protocol 好 那简单来说呢 MESI protocol呢 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搭配 像刚才讲的这个 讲的这个cash 好 所以我们势必呢 要设计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呢 就是说呢 我哪些时候呢 资源是要分享的 好 然后呢在什么时候呢 这个共享资源被修改的时候 我要被通知 然后呢我要有个机制 知道说 现在我该用还是不该用 好 所以对应到刚才这张图来讲的话呢 当我这个第二个处理器呢 要更新这个地址A的资料的时候呢 我其实呢 除了我要跟 回来跟去我的cash外 其实呢你要有个机制去通知什么 通知其他人 好 但是呢你也不可能一天到晚通知 好 所以注意到 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共享的层面 好 所以这MESI呢 它是一个Portacle 好 注意到Portacle中的翻译叫什么 叫做协定 好 那 呃 网路的Portacle 我们称为叫什么 网路通讯协定 好 但是本账是一个协定 协定不是只用在网路啦 其实 只要 人跟人之间都有些互动 这个东西都是一个 就是一个协定嘛 比方说 我们说晚上八点 好 要来 要举办这个直播 好 但是很不幸的那边说 在这之前我刚好 电脑出了一点问题 我刚才那个电脑开机开不下来 所以赶快 发个讯息 告诉大家 我们八点十五分再继续 好 那这个基本上也是协定对吧 你知道 晚上有这个讲座 但是这个讲座呢 毕竟 已经没有跟你收什么钱嘛 对不对 所以很难保证什么品质吧 好 但是你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我可以去粉丝专业看一些公告 如果有些相关的讯息的时候呢 我可以做一些因应处置 MBSI也是做一样事情 那所以注意到呢 这些东西 从而到为什么要存在 就是因为 我们讲到这个 光有个Cache 就够了 我们要有一个一致性 所以注意到 这个全名呢 就是叫什么 MBSI Cache Cohenance Protocol 就是让什么 让Cache的内容 可以达到一致 在这过程中 我们就需要做什么 做一系列操作 那这些一系列操作呢 其实是注意到 其实呢 它的这个行为呢 对应 如果你不做这些事情的话呢 会遇到什么 会遇到 资料的竞争 这个我们称为叫什么 Data Race 还有这个Lock Contention 所以故意让它搞清楚 这叫 Data Race Data Race 这两个问题呢 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先来看第一个东西 叫Data Race 嗯 嗯 可以看到一些比较讨厌的东西哈 对 嗯 好 那我们举个举个例子 就说你看啊 这边有一个是一图 我可以看到画面做这个示意图啊 这个示意图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说呢 我有左右各有的任务 左边叫做任务一 右边叫任务二 好 然后呢这边呢来讲的话呢 看起来很单纯吧 就是有 读 读取 写度 好 但是呢我们用时序的观点来思考的话 这就有点有趣的 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任务呢 它是读取吧 从共享之间读取 读进来 然后呢写出去 对不对 资料读的进来 好 然后呢 这个资料也写的出去 好 好 那另外一边 资料读的进来 资料写的出去 好 而且读跟写之间都相干无事 所以大家可以发大财 对吧 就是 你开心我也开心 好 那所以注意到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预期的状况 可是尴尬的地方是 对不起 我忘了 不会总是这么顺利 对不对 就是总是有人呢 当了市长 当了一子 当一子 屁股上面坐完就要选总统 总是有一种状况 怎么办 好 人家也是不情愿的 就只好被拱上来 只要选总统 他没想到一选 还通过初选 这个厉害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一个贡献证 读进来 结果他也读了 读进来 到目前为止呢 没什么事 可是呢 麻烦地方者呢 当这个写进去的顺序 就麻烦了 读进来 是没关系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没有人才写入 对不对 但是写进来的时候 就尴尬了 这写进来的顺序 影响很重 所以如果说这个 左边写的东西叫2 右边写的东西叫5 那到底最后 这个结果呢 是要2还是5呢 这完全取决他的顺序 而且麻烦那样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一个协定 没有一个协议 没有规范 你根本就没办法判断 到底是2还是5 或者说2跟5 这边交叉来 交叉去 那我就称为这样的一个状况 叫做Data Race 好 然后注意到呢 我们刚才在讲多核的状况 Data Race 是一个更显著的问题 好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刚才还提到另外一个字 叫什么呢 叫做Lock Contention 哦 对 忘了跟大家讲 就是 大家以前学 作业形容的时候 很可能就是看教科书吧 对 那其实 你现在可以 用Google 去搜寻相关的关键字 以及呢 去找他对你的影片 那这时候你就会看到 蛮多很好的材料 那你从这个里面去 学习是蛮好的 因为 现在越来越多 那个技术素材 都是 放在网上 而且呢 有很多这种品质很高的 甚至就是 就是 就是说 源头的 就是 Kernel原始的开发者 在撰写的 就是一个非常 就是不只Kernel 就是说 包含说 这些技术原始的人 在做事情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这个 举例来说呢 你看哦 这个东西很好玩 就是说呢 你看这个东西有什么呢 这 这有三个资源 然后y a 跟b 好 那你看这个东西很有趣 就是 我们这个y呢 可以上锁 对不对 这个lock 然后 这个a跟b呢 也可以上锁 好 那关键地方是什么呢 锁的持有者是谁 以mutexlock来讲 mutexlock是怎样呢 是谁去持有 就只能谁去解 好 那所以这时候呢 就很关键 就是说呢 就是会遇到一个状况 好 比如说你去上锁 那我就总是要等着你 好 不管我的优性率再高 我只要怎么 我只要发现有个资源是由你去上锁的 那我就算优性率比较高 我也只能这样 等 那同理呢 你也可能会遇到类似的重要 就是说 我做一个优性率比较低的任务 好 那你的优性率比较高 但是那我先去持有一个东西 好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呢 这个 这个 单纯单一的mutexlac是没关系的 但是lac跟lac之间 如果有些先后顺序 像这种这样子 有先后顺序 好 就是说我去持有 我先持有y 然后之后持有ab 好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持有ab 然后再持有 持有这个y 好 那这时候呢就会做个打架 好 所以比方说呢 你看这边来讲话 注意到他的那个写法对不对 这边是y ab 然后呢这是ab 然后z 好 那显然ab呢是一个什么 是两边都想要去上锁的对象 那这时候呢 他的这个顺序就很关键 所以我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讲这个lac contention呢 其实才这样的 这些机制呢 要能够正确运作呢 在单核已经很困难了 那在多核呢 这些事就更复杂了 就涉及到 把刚才那个cache conference protocol 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 共享资料的处理机制都会有 好 那这时候你要好奇啊 这种标题里面不是写到 这个旗这个size 好 那这边有电影编论的 那 怕大家 忘记在干嘛 请回去看一下 好 那简单就是说呢 他就是这个 这个韩国瑜先生呢 他就举个例子嘛 就说这个台湾要当棋子还是size 好 他讲的棋子呢 就是说 他是战策略性存在的吧 他就说这个棋子背后就有一些棋手 对啊 就把摆个棋子放到某些位置 然后做特定事情 但是呢 韩先生呢就担心说 如果呢 台湾总是当个棋子 那是不是令人摆布啊 然后这个可能有时候很重要 有时候不重要 有时候就被放在一旁 但是他就思考说 诶 那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塞子 塞子 这个 比如说 这个想洗澡的时候 塞一个塞子塞进去 那你说 这个东西跟作为系统 到底有什么关联 对不对 你不是讲到半天呗 你可能只是为了这件事来的吧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喊狠 好 那 我来去思考一下 你看到棋子是什么 棋子呢 那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 它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各式各样的资料 各式各样你要处理东西 对吧 电脑在做什么事 就是在处理资料 只是说这个资料 跟资料之间会竞争 就像棋子一样 棋子呢 就会被放上去 也可能被拿掉 对不对 就像这个围棋一样 对不对 你围棋没有棋的时候被拿掉 那 棋子被拿掉没关系啊 就有新的棋子 对进来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Data Race 其实它就像棋子 你要怎么摆 那换个脚想 我们今天探讨作为系统 其实就是探讨什么 探讨棋子跟棋子之间的这个智慧 你要怎么摆 才能够让这个比方说围棋来讲 对不对 你要让这个气 是这样 是这样保有这个气 而且呢 它会有规律式存在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size是什么 size就是它 哇天啊 我这个听到这个韩先生的演讲 我就 虽然不太讲那么鬼 但是 但是听了之后 突然发现 大受启发 你看 它中间取这个size的时候 取什么 它想洗澡 那洗澡呢 你看到 洗澡本身上 这件事是好几个议题的存在 你去思考一下 它讲的泡澡 泡澡呢 第一个你要水 这个水呢 它明明就可以分配给好多人 对吧 你家里好多东西就可以有水 但是你有个水槽 有个什么 有个lock 有个锁 对不对 一个锁也好 一个size也好 本身上做的事情 就是在你的水槽里面 在你的浴缸里面上水 结果你的资源就可以灌进来 而且这个资源灌进来的时候 就不能 就不能给其他地方 就只能给这个水槽用 除非你自己怎么 去把unlock 这个水才会可以通下去 那你的整个管道才会继续运作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lock lock呢 本质上就正应到刚才讲 韩先生讲这个size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一件事 一旦lock存在的时候 我知道你不想再啃它了 把你往下卷 所以你就想像那个size也好 像个锁也好 它本质上做的事情很好玩 它就是一个sequential 就是它是循序的 电脑的运作呢 尤其在多核的世界上 电脑往往它是没办法 照着一个特定的顺序去走 对吧 但是有意思的点就在于说 lock存在之后 我们可以去决定特定的顺序 好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后再来是什么 我们讲的那些旗子 讲的个资料也好 那本质上呢 是我们电脑的主体 但是很多时候言不由衷 我们有时候就是有这些限制 导致说我们不能想要存取资料 就要存取资料 这也是为什么需要作业系统 让这个什么 让这些关联 你不用永远知道说底层到底做什么事 catch到底都复杂 然后机体阶层到底是怎样 好 你可以不用懂 所以我要知道这件事 作业系统是什么 再重新讲 它就是软体 更明确的说法是应用程式 跟硬体之间的桥梁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系统的教 因为应用程式 它知道它有什么 它想要打开档案 它想要存取 它想要存取网络 对吧 这个应用程式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应用程式我往往不知道 我要上网 我本身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要怎么去搞定那些网络 我要怎么搞定底层的 这个可能还有一些cash DMA 好 那Tony呢 这个硬体来讲话 其实也对这个应用程式本身是没有概念 对硬体来讲 CPU是什么 就是一个pipeline 知道目前是什么模式 在什么特权等级 之后呢 我跟这些周边硬体沟通 在这个bus上 好 所以从这到我们 在这个 以硬体来讲 其实没有 没有概念上 知道说 我到底上面是执行linux 执行windows 但其实完全都没有这个概念 好 所以我们讲这个scapity 再回去复习一下 所以这个scapity其实关键是说 我们的整体效能要怎么随着这个硬体的成长 而有比例向的增加 所以往往呢 你就不能只是靠什么 你就不是靠塞子 塞子呢 只是在特定的情况有用 对不对 像这个浴缸 这个塞子 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要塞子的话 你会发现怎样 最后还是不能用做的 对 这个 所以我需要一些新的方法 而且这新的方法呢 它很可能是一个思维上的突破 那你会好奇什么叫思维上的突破 直接来看 直接帮你标重点 好 如果呢 你会因为一些东西 比方说你频繁读取某一个共享的基础 好 比方说一个mount table 好 就是玩你会假的解释 总之你就是 你现在能知道 它就是一个共享的空间 所以呢 我每个CPU核 想要去存取这个共享空间 会有这个stability问题的时候 怎么办呢 你不该用更多的塞子 而且重新思考一下 这个mount table 它虽然是共享的 但是多数的时候呢 我们只是去读取 我们很少很少会被修改 所以就这样 很少很少会被修改 所以我们能不能去归纳 什么时候会被修改 我不需要每次要存取的时候 就要去上锁 对不对 不是每次存取一个资源的时候 就要去lock 对不对 就是以韩先生呢 他可能想泡澡 对对我来讲 我有可能就是赶快冲一冲 梳洗一下 然后就赶快出门 所以对我来讲 我在领域就好了 那领域的水还可以干嘛 还可以冲马桶 还可以做很多事 对吧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一件事 我们还是可以思考一个对策 这个对策就在说 你知道 一段回归本质的时候 知道说 这东西 你说你要安全 对 你说你要安全 国家的安全 个人的安全 整个社会的和谐 对不对 你要去思考 与其跟敌人去签署 这些什么协议 这个协议可能 你跟黄鼠狼跟你拜年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对不对 你还不如去思考 你的危机在哪里 其实你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其实周围的国家是不会来打你 对不对 某个地方会有危险 所以我们就要专注在什么 把威胁搞出来 而且这个威胁它不会是一听到 你要打架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弱点在哪里 就是针对 所以比方说这些对控的武器 或是什么的 没有必要去挑衅 但是你要搞清楚 这个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我们的危机在哪里 所以回归这个本质来讲的话 如果你发现一个东西很少被修改 对吧 很多时候就是指老虎 你搞不清楚在干嘛 所以你知道如果它很少会修改 那你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些什么 建立一些副本 而且这个副本呢 是在什么 是在本地段的机体 就被避开什么 避开刚才讲这个 讲这种一系列问题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知道一个东西呢 它是什么 它是这个 它是不需要 一天到你都存取到这个 痊愈的机体 你可以在个别的机体上 或者是切割出来 反正不会打架的机体上 我就可以运作的话 是不是可以确保 我们可以 一样可以去实现这个scape page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这个旗子跟size 其实往往它不是一个 矛盾的 不是恶曲 其实有时候 你可以搞清楚 只要这些size 或者是 或是这个旗子 只要这个lark 不会有发生lark convention 资料不会成为data base 我可以相安无私的去 去运作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所设定的场域 这很重要 就是说 其实核心有很多机制 甚至你跟他讲说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电脑 资讯科技的研究 它有很多题材 但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我们今天面对这个scape page的问题 其实不是让你的单一程式 跑得更顺更快更酷炫 对不起 单一程式做不到 我们要搞清楚的题目是什么呢 是它的规模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规模 其实这个规模呢 我们讲scape page 其实规模呢 不是说很多台机器就叫 就会在意scape page 我们讲这个scape page 其实关键是说 你的服务 很可能是从小型 中型 大型 或者说你的服务本身它就是有一定规模 它在中型的时候是可以运作的 但是一旦呢 再投入更多资本的时候 你发现它表现好像没办法达到大型规模的表现 或者说你的服务本来 它可能规模都很大 它也是运作得好好的 但是你发现说一旦面临到某些资料形态改变 比方说像以前这个电信商 你的电信商要面对问题是相对单纯的 我讲的是20年前 就是以前手机能够做的事情有限嘛 对不对 就是讲电话发简讯 对不对 那这个是跟电信商有关的 跟电信商有关的就是玩电动 打电动也是跟电信商有点关系 你要从电信商去下载 不过它行为都比较单纯 而且人们的等待是 就是耐心是比较多的 那现在的服务就完全不同了 对不对 电信商要赚钱的话也很大不同 电信商你可以想到它就是一个很大的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就是网际网路的服务提供商 所以它其实很多时候又要什么 又要存权质量又要大 然后延迟又要低 然后覆盖又要高 那更麻烦的地方是说要回收这些投资 可能要耗费时间有更长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电信营运商的考量点 那我这边就再录中国联通的资料 怕有人不知道我还是讲一下 这个中国联通是跟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合称中国三大电信商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们的规模 这边不是要帮他们广告的 所以我有些细节会调过 那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我们今天讲的很多技术 其实是很广泛的 不是只是 就是一个电信的这个应营商 注意到这个在中国叫应营商 有关系 举例来说在台湾 台湾的离岛 离岛就是讲这个澎湖 马祖这些什么 金门、澎湖、马祖这些离岛 那离岛上呢 其实很麻烦 就是说像金门是没有医院的 很难想象 对不对 金门没有医院 所以金门一旦遇到 比较重大的那个 金门的居民呢 一旦用到比较重大事故的时候呢 就要怎么办 就要后送 送来台湾本岛 好 那但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如果三不五时就送到台湾本岛 你可能资源都被吃光光 对吧 所以呢 这时候很重要 远距的这个医疗很重要 那这个 刚好我之前有做过类似的专案 但是远距医疗 你就需要采集够多的数据了 所以从基本的这些 从这个血压啦 这个这个血压、血糖 这种资讯以外呢 那其实你可以想像说 如果呢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 去摆一些医疗设施 而且这医疗设施呢 都可以通过电器网络传回来 好 你大家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质量最重要的 因为很多时候 这些设备 它连回来就很不容易使用 而且这个资料品质 随着随着 随着资料品级的要求 你可能要传回来的东西 一开始只是一个单一的数据 后来你可能是要帮影像的啊 或者更复杂的一些 三维的视角东西都要传回来 好 那金融服务更不用讲了 那你要做什么程式交易 高频交易这些东西都是资料量又大 然后延迟要超级低 否则你就这样 否则你还不用做程式的交易 那个交易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带 对什么电信量都很大的挑战 这个东西稍微看一下 这2060数据 这个数据不是很重要 但是就是你看那个红色点 其实这个很可怕 不知道那什么鬼数字的好 然后那个推特也是啊 推特你可以看到这个 推特这个资料的增长 好 那YouTube更不用讲啊 反正这个是很多 好 然后呢注意到呢 这些议题呢 这些议题对SKB的冲击是哪 就是不只是更大更多的这个资料 好 那其实这整个这个反应要变更快 所以 在整个电信商来讲话呢 SKB的问题为什么是重要 因为 电信商 总是先做投资 而且这投资的资本 它会使用技术 扩张 就是说不只是技术本身难啊 然后就不然说专利啊 不然说这个 有可能会遇到饱和的状况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 像台湾就明显嘛 台湾就是人手一切的状况很早就发生了 但是在这之后要从人手一只手机提升到人手三只手机这边 这个就不是一个新型的增长 但是反过来就像个讲 你电信商要从什么时候回收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 第一个呢 它就是资料处理的类型都不同 就是从传统这种SQL以外 你会看到什么 NoSQL 或者NewSQL 反正总之就是说我们今天存取的方式已经改变了 以前就是针对一个表格 那表格呢 后来演化成什么 关联系的表格 所以一个表格可以跟另外一个表格联动 好 所以 那后来呢 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反正这样的联动的方式呢 虽然对查询有帮助 但是有些成本比较高 比较Join 你要把这个表格 整并整合起来 还是排序 对不对 让你这样增加的时候 你排序的这个时间要非常快 对不对 像Google搜寻来讲 就很经典 这个搜寻的演算法呢 就算是n-dog 也是不够快 对吧 因为那个资料量增长那么快 所以呢 Google搜寻一定要做一个机制 就是说 我今天搜寻 就是资料量 是在这种规模的时候 搜寻时间可能是 0.01秒 那资料量增长到这个规模的时候呢 我还是可以控制在0.05秒 或是0.1秒以内 如果会超过这个数字 如果增长的太快的话呢 这显然就不能用嘛 因为这使用者没这么多耐心 好 这时候呢 对这个这个资料处理方式 就很大的不同 光有这个过去做那个 关联系的资料库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看到右边来讲 会有什么 KeyValue的Storage 甚至有这个BigPaple 这个Google和Facebook 都在用的事情 好 所以你会看到说 这个上面很多 这个自己看一下 好 那 跟Linus有关的地方在哪里呢 话明说 你看到东西全部都跟Linus有关 所以我今天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假设投入资本不是问题 好 当然 这是一个假设 对吧 以台湾公司的人来讲麻烦 就是又要马俄好 又要马俄不吃草 又要员工 员工加班又不要付加班费 不就不能讲太明白 你懂吗 所以注意到我们今天讲的东西是 假设你的银蛋 注意到 银蛋是不欠缺的 就是说 你总是有资金会进来 那这时候来 资金投入之后 如何让人更好 让整个系统有更好的表现 就像刚才讲 我有更多的时间去读书了 然后我有 可以花更多钱去买参考书 那如何考更高分 就像这个概念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呢 这里呢 就在讲这个我的scapability好的话 意味着什么 当然我还是要安全 我还是要做到一个高度可靠 注意到 高度可靠呢 这个英文叫做highability 也就是说呢 你常常看到什么 可靠度要到99.99.99 好对 5个9 好 那5个9呢 不是95至尊 这个在讲什么呢 就是说呢 意味着 我系统的停机时间只有什么 0.0001 对 这样的一个停机时间 好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说呢 我们的停机时间已经大幅的缩减了 可是来 这件事之所以可以落实 它其实不能靠单一机器的提升 甚至不是靠单一作业系统的改进 它其实它需要一系列的作业系统 一系列的软一体的调整 你要想一件事就是 Linux也好 Windows也好 总是会遇到什么 系统不能运作的时候 那不仅仅是作业系统当机 有可能软体正在升起 所以软体改版 或者说刚好可能在做什么 APTGET的这种 所以总是有这个网络伺服器 资料库要重启 那重新启动的时候 那服务就会中断 那我要让这个服务不中断 那你想我可以用别的机器 那机器可能会坏掉 对不对 所以我要让机器不会坏掉 我要有一个监控的机制 或者是要让硬体回复的机制 那硬体回复的时候 也有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我可能要有一个平衡负载 甚至要能够去migrate 对不对 这都是我们讲这个Skabit要做的事情 好 而且重点是什么呢 我整个throughput 整个吞吐量 还是要高 延迟还是要低 所以你会发现 这整件机器好像很多都是冲突的 对不对 如果你复习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 Linus核心设计 讲到这个Hard Realtime这个部分 那你会发现 发现什么呢 发现这个Low Latency 跟High Throughput 往往是什么 是个拉锯站 可是你看我们两个都要 其实不止两个都要 各自这样都要 而且系统又要有弹性 然后又能够最佳化 对不对 你怎么看都觉得说 这东西都是相互冲突的 这件事有趣 其实我们Skability就是遇到这样的状况 好 所以我们这边再讲一下这个 讲这个Skability 其实它背后呢 还会跟这些分散事情有关 比方这个CAP 那CAP又讲这个Consistency Ability跟这个Potition Torrent 那所以简单来说呢 我现在我这个很多 很多这个运算的节点 还有处理的单元 我可以切割好几个部分 但是呢 不管是有多少部分 我所有节点在三一时间 应该都要看到同样数据 好 那我这边讲的数据 要特别思考一件事 其实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是讲好多台电脑 其实不难 就是像这样的状况 其实呢也是什么 也是这种分散式 运算的一种 就背后的这个 它也有一次性的处理 所以比方说像我们前面 刚才讲那个Catch Corpence 对不对 听完讲这个当Catch内容 要能够做到一致 但是呢我又不是说每次 每个每次只要更新的时候 Catch要都要跟着去 平凡的变更不行 因为这个也是很耗费时间的 好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操作呢 它可能会有成功或失败 那我就要确保 它有这样 知道一定是发生什么事 然后呢身材浓人 有些行动才就会离线 不能运作 但是我整体来讲还是可以 可以去运作的 就是刚才讲那个CAP 那除了讲这个CAP 还要讲这个安道Slaw 那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系统的耗费 系统资源的耗费 还有它的那个工作切割 然后再还有一个东西叫 Universal Scapacity Law 那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之前有参加过这个讲座的话 我们在这个Linus核心设计的 RCU同步机制的讲座 其实都有稍微提过 那我们等一下帮大家复习一下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今天讲这个Scapacity 其实这个议题是一个很大的 这也是为什么Linus 对于Scapacity非常之重视 这倒很简单 因为Linus能够有持续发展到今天 很大比例是因为背后这些公司 然后比方说这个Google Facebook IBM 然后这些公司做什么事 它实际上用了这个Linus 来解决了你看到这些问题 然后这些看到的过程中呢 这些问题被克服的时候呢 又透过一个公共财的形式处在 这个是一个在Linus开发文化有趣的地方 比Linus优秀的作业性多的是 当然是要能够当Linus 这样子可以这样快速完整的累积 甚至再创造一个正向的生态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好 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就是说 讲到什么呢 讲到这个RCU的时候呢 我们有讲到一些议题 来看一下这个RCU 我们讲RCU的时候呢 其实就有讲到这个Enders Law 然后跟这个Universal Skeptive Law 我们来看一下 诶 又在讲政治 你什么奇怪 为什么这个讲题这么喜欢讲政治 这有这几大考量点 第一个就是说政治是什么 政治就是重人之事 好那你看到 虽然我们在探讨作业系统 但是你们想过一件事 作业系统他讲的事情 那些概念其实就跟人所面临的事情很像 对吧 你看人就会有资源分配问题 那作业系统有没有 有 那人呢 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LARC之间的竞争 对不对 那LARC像那个Size跟Size之间 对不对 也会有竞争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最后的一个很有趣 我要怎么去降低LARC竞争 也就是LARC Contention的成本 你发现跟他有趣 就是做法是什么 就是想把它做到LARC Free 在不需要LARC的前例下 正确去读取资料 所以你看我们LARC不打LARC 就是什么 就是透过LARC Free 可是 这样听起来很神奇啊 这样怎么会有共识 对不对 你看这边共识 其实这边共识讲的就是 各式各样共识 所以注意到我们今天讲这些议题 我之所以特故意的 把政治艺术带进来 其实要提醒大家 就是作业系统也好 政治也好 其实它背后有很多事情 有很多原理 是很相通的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这个先来看这个 Universal Scapacity Law 那这个东西是讲 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个模型 那在讲这个模型之前 我们来讲 讲什么呢 讲这个Enders Law 那你看这个虚线点是Enders Law 这就是我的concurrency 就是我这个 我的这个变形的程度 的差异 好 然后呢 那你会看到说 这个是什么 Universal Scapacity Model 那你会发现一个很尴尬的 就是说 照这个Enders Law的观点是什么 就是说 我这个Scapacity 去提升的时候 我的Scapacity 其实它更能去提升 所以你看 这个是Enders Law 所以注意到这个 也就是说我的Scapacity 能力如果越好的时候 我这个Scapacity 左边这个Scapacity 就这样提升了 可是呢 在这个 Universal Scapacity Model 就是 或者Universal Scapacity Law 在讲做的是 是这样讲什么呢 他就讲说 其实呢 这件事呢 是没有那么顺利的 有没有看到 在这边来讲是衰退的 注意到 依据Enders Law 应该是要 要去提升下去 但是在某个时间点之后 Scapacity 就算去强化 就算去提升 它其实整体的疏固 它不只是没有提升 而且呢 其实往下降 这个东西呢 看起来 很不自觉吧 对吧 不自觉才值得我们去探讨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在讲什么呢 它就是有一些数学 就是通过一个数学定义 那你会发现 作为系统的数学定义 往往它是相对单纯的 好 那现在看一下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边有个大N 大N 大N表示使用者的数量 或是一些 系统的资源 除以其数量 好 然后呢 C呢 就是整体这个 容量 所以我们要去找 这个资源 投入的资源 跟整体容量 也就是整体能够做事的这个观点 所以这边会有不同的 就是α跟β的模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模型 如果α跟β 分别就是表示这个资源的这个抢夺 竞争 以及它的这个共享资源的等待 就是有多少资源需要等待 才能继续的 好 如果呢 这个α跟β都不存在 也就是说 不存在任何资源的竞争 或是不存在 因为有共享资源 而需要做等待 那你就得到一个现行 完美 好 抱歉 这也是不存在 好 这种事情呢 只会存在到在这个孙文先生的那些什么 建国方略啊 对不对 盖个铁路10万公里 那就顺利盖出来 你看这个中国 努力了那么久 努力了超过100年 好 不容易才比10万公里 再多一点 但是这个 当年孙大炮这样 这个在100多年前 就可以讲到 这个要盖铁路盖多少 这些事有可能发生了 把这个α跟β都四能连的时候 就是完美模型的发生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 所以注意到 左边是完美的情况 不用特别看 那中间呢 跟右边这两种呢 就是真正的要遇到的 你们觉得右边的曲线很熟悉 注意到右边的曲线往往它是会发生的 也就是说呢 它是什么呢 就是存在资源的竞争 而且呢 对共享资源是有等待的 好 所以注意到 在这个时间点之后 你发现有崩塌的状况 对 在这个英文来讲话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 collapse 就是这样 就是崩塌了 所以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不是你的这个资源投入越多 那整个这个系统容量就会变大 其实不难 这个是往往我们要特别去考虑的 好 那接着就是说 这边还会有一个 就是怎么去量化 然后 这边注意到有一个特例 就是说 当我这个beta等于0的时候 它会变成andos load 所以如果你刚刚看到这张图 就是讲这个 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 这边这个崩塌 到底是有哪些因素 那这边提到呢 有资源的竞争 对共享资源的一个等待 好 然后 我们这时候来看一下 就是当我beta等于0的时候 其他就是一个andos load 所以你可以知道 我们讲这个usl 其实是一个什么 是andos load的一个扩充 好 那 在andos load 它其实有讲到什么呢 其实有讲到这些资源 就是说 不要那么批个什么 几个处理器 然后 然后呢 我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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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呢 我可以切割成好几个部分 所以你看到 我一本是这样做的 那我切割成好几个部分 那我刚才讲了 你一开始需要缤分堕路 那缤分堕路之后呢 我还要去整并 然后就像这个 就像 就像 去排队吧 对啊 你看这个前面有很多柜台 好 那所以人呢 就可以缤分堕路去进行 但是呢 总是要去排队 那排队完之后呢 总是要怎么 总是有一些事情 表示银行要把这些账目要一致 好 所以它不可能说 每一个零柜做事 它这个账目都一致好 最后还是会有solo 对 这么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前面讲这个 讲Folk and join 一开始先分岔 分岔完之后呢 再把它整理起来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在这个Android Store呢 你会发现说什么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曲线 我就说 其实我到 Scavity 再提升到 就是一个等级之后呢 就是我的这个 硬体资源 投入到一个等级之后呢 其实我的输入库呢 就没办法再提升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我们再继续探讨论 那我们刚才有举到说这个 用政治活动 来说明作业系统 举到了这个东西呢 其实在作业系统研究 其实是很常见的事情 很多人在台湾呢 就会觉得说 犯政治化很讨厌 然后甚至 甚至 我有统计一下我这个 YouTube上的讲座 有时候发现 讲一下政治议题 然后就 复评就冒出来 就是 因为看的人少嘛 但是就是 有人听到我讲 那些政治活动 就复评了 但是其实说真的 你如果认真看 作业系统研究 里面呢 其实都不乏 跟这个政治议题有关的 然后比方说 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 叫做 Practical for Torrance 然后 这个题材好像很深 对不对 然后它有另外一个词 你可能有听过 叫做BFT 就是叫什么 拜暂停 拜暂停容错 然后这个拜暂停容错 它是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 你一定听过的 区块链背后的 共识机制 区块链共识机制有很多种 比方说像那个 比特币那种链状的 然后用最常链 那这个本质上也是一个 一个机制 那当然这个 注意到这个研究呢 这个 BFT 这个PBFT 就是 或者BFT 讲透乱一点 叫BFT 这些BFT 它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很经典的这个 容错机制 那么去思考一下 什么叫容错 比如说 亚洲呢 我有十个节点 这十个节点 总是 会有几个节点 是会有问题的 那 这些节点之所以 问题 不是因为说 机器坏掉 很可能是因为 它总是会传入错的资料 好 那注意到呢 在这个 拜暂停容错的这个 这个观点来讲 这个有趣 在拜暂停容错的观点是 它就直接说 这里面 的人 是 是 是这样的 它是正变 对你没有听错 用着正变的字 就是说 你去思考一件事 基本上这个有 有十个节点 那十个节点呢 它可能令 就是 互相的各怀鬼胎 就是说 有些人会去 会去临政脱逃 那有些节点呢 会做一些 通敌的事情 但是有些节点又是忠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可以把某些节点 分成忠诚的 就是 真心是为这个国家好的 那有些人就通敌 对不对 通敌就跑到上海 被人家抓了 通敌 那 我举例 所以你看 这里面 其实你的节点就会遇到 就是有些节点 它总是会有对的结果 有些节点呢 它就是 总是会有各怀回胎 但是也有中间摇摆不定的节点 那我们要怎么在这样的一个 阻裁下 确保说 我整体的信用是可以运作的 所以注意到呢 像我们讲这个 这个败占体容错呢 它其实呢 它就发布在哪里 最早就发布在这个OSDI上 那这个是 OSDI 是我在作业系统领域来讲最顶尖的研讨会 就是有两个 一个叫OSDI 一个叫SOSP 反正一个基数一个偶数 那所以你发现一个共同点 突然有什么启发 对不对 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作业系统 在探讨的时候呢 举例的时候呢 常常都会用政治的术语 比方说 我们在作业系统的术语 常常会讲到投票 那投票这件事从哪里来 从民主来的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至少在我的认知上 我们要去了解作业系统 一定要了解这个世界的运作 那要了解这个世界运作 一个很极致的地方就是要看到政治 因为政治就是社会的缩影 政治是重理之事 然后定义的规范 那这些规范 既然人可以解释 机器也可以解释 所以为什么我们都会犯政治的去讨论作业系统 不是让你讨厌的 好 那我们再继续探讨 那我们在Linus核心设计 讲这个RCU 我们刚才在讲复习RCU的部分 其实在提到一些机制 我们快速看一下 就是讲这个Spinak 但是因为Spinak 它其实本质上就像什么 就像原子一样会自选 对不对 你可以有 在画面中可以看到 有这样转的 对不对 那也有这样子转的 就看你的转法 但是当我们在自选的时候 从中到尾就只能自选 所以这就是刚才讲那个 刚才讲那个size 对不对 就是size 就是一个人爽 对不对 一个size 很多size大家都不爽 所以就要注意到这个东西 其实就像骰子那样干嘛 就是 让你可以泡澡可以放松 但是其他人干嘛 就在外面等 对不对 这个是很不幸的 但是注意到 往往这个机制我们是需要的 为什么 我们有这个 要保护共享 资料 所以我们势必有这样 比方说透过spinac 我们做一件事呢 让一个处理器呢 它有机会去独栽 特定区域的操作 那其他处理器呢 想要存取这个共享资源的时候 对不起 然后等到什么 等到这个主动释放位置 所以你看到这个区域 所以我可以确保是什么呢 确保说左边是CPU1 右边是CPU2 当然它们都存取到共享资源 注意到它有一个前提 这两个都存取到共享资源的时候 原本CPU1跟CPU2 它的CPU 里面的像Prom-Counter 就是说 下一个要执行的这个 地址 这两个Prom-Counter 都是独立的 所以原本CPU1跟CPU2 它的Prom-Counter 既然是独立的 那当然 要执行到哪一道之间 都是各自独立的 所以原本CPU1跟CPU2 都是各自独立 但是因为有这样的lock存在 导致什么 导致我们会sequential的执行 对吧 你看这边执行的时候 另外变成什么 等 那同理 当我这个CPU2的 在这边spinlock 在unlock之前 对不起 等 那如果你没有共享资源的话 我可以各自去执行下去 那接着呢 在这个 光有spinlock这种机制是不够的 我们其实需要一个什么 需要一个更 高阶的 更 符合另外一种情境的 什么情境呢 就是会有 持有者的情境 就是有这个owner这个情境 好 那所以呢这个 这个就是前面讲这个 那种mutexlock那种 对不对 就是解零还需细零等 就是谁去lock 由谁去解零 好 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在讲这个 讲这个什么 讲这个这一些机制的时候 我从这个一开始的spinlock 那后来又开始 开始有像mutex 那不过在讲mutex之前 我们来讲这个semophone 注意到 我们其实呢 在做一种发展来讲 是先有semophone 然后再有什么 再有mutex 所以注意到不要搞错了 就是在讲这个 这两个东西呢 其实有很大很大的差异 那我们刚刚讲那个 我们刚刚已经有稍微提过这个mutex 就是它是有持有者的概念的 那semophone本质上呢 它不用去管持有者 因为它从而到尾 它就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counter 所以注意到 你知道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counter 决定了 那么呢 同时能够穿越数量 就像铁路平交道一样 我决定呢 有多 就是有多少辆车子可以过 好 比如说这个我是在经济的时候 车子是不能经过来 然后呢 火车呢 没有 就是 火车没有进站 或者火车已经离开的时候呢 已经安全范围的时候呢 我可以通行 那 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semophone 直到呢 它就是一个counter 那这个counter呢 关键的地方在于说呢 我们会有不同的数值 然后呢你可以设定成1 那这个1呢 就是最多 最多 同时就是一个人存取 最多一个人存取 那我们可以叫这样东西叫bine sample 但是呢你也可以把这个semophone呢 它的counter值把设定成0 好注意到 设定成0 那设定成0 你比如说这样东西要干嘛呢 哦 这个东西可有用啦 你把这个counter设定成0 所以呢 我 总是为怎样 总是为signal 就是总是注意到 就是这个signal 那我总是为signal 那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说你 你就相当于说 它就是一个 共享资源持有者之间的一个通讯 比方说呢 我有五个process 都是这样 都会持有资源 好 那这呢我把semophone的counter把它设定成0 好 所以呢我就一次 就相当于是吧 触发 触发这个 反正只要 因为他们都是有共享资源嘛 这件事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说 有个漂亮的女孩子 有很多人想追 对不对 那很多人想要追这个漂亮的女孩子 但是其实 懂不懂的状况啊 对不对 谁知道这个女孩子 有没有男朋友 有没有老公 有没有干爹 对不对 你不知道这个状况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大家都会关注这个 这个正妹的状态 对不对 这个举例 好 那这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一旦这个正妹她说 哎呦我死裂了 我好难过 对不对 大家突然就醒来了 所以注意到 其实呢 那counter 就是0 就是这些关注正妹的人 其实完全没什么机会 但是他们获得一个通知 所以注意到 好 好 那这个是讲semophone 那这个semophone 注意到 这个semophone呢 我们在这个RCU的时候 有把这个议题解释过 我们这个 其实这解释好几次的 我们在讲这个浅谈同步机制的时候 讲一次 然后这个 RCU的时候又讲一次 然后那个多核处理器又spinlock 其实又把这个东西讲一次 对不起 就是因为这东西 每次讲的面相不同 好 然后在这个RCU的这个讲座呢 其实我们又讲到一些spinlock的一个变形 好 那注意到 这个 这边有一个spinlock跟semophone的一个区分 就是说呢 spinlock 基本上它就像原子质询一样 它是很自私的 就是原子质询只看到它自己 对 我就一直在那边转 所以 当你在做这个 做什么呢 在做spinlock的时候 就像这个 那个当下那个处理器就像什么 就像原子质询一样 就是 某一个cpu它去lock 那在unlock之前呢 其他cpu就只能啥啥的等待 就继续转 那你就是 你不能叫空转 因为它其实有做事 就是转 就是一直看 这个东西到底 我到底 我到底这个共享资源的持有者到底 到底什么时候把它unlock 好 那 这个是spinlock 但是semophone来讲的话呢 其实它有重要事情是说 如果呢 你这个 不能存取 就是说你都有 想要存取共享资源 但是 想要存取共享资源的这些process 如果没办法获取 获取这个semophone 它其实是可以sleep 可以做别的事情 所以这会导致schedule 所以这跟spinlock不同 spinlock就是 将原子质询的单 单纯的自私的转转转 但是呢 在semophone来讲的话呢 它是可以涉及到排程 所以这两个是很大差别 所以如果说你需要在相对很短的区间 做什么 做保护这个资源 那你用spinlock 那如果说你要保护的这个区域 时间范围是比较长的 那你用semophone 因为中间可以干嘛 可以排程 然后这个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这个议题 那我们甚至还有举这个什么 一些特例的状况 比方说这个re-right lock 就是RW lock 那我们也举到 你们看到这张图 很厉害的图 好 那所以我们在讲这个re-right lock 它就是这个变形 那这种变形呢 其实基本上很多种 就是说我们会去关注 到底哪一种呢 是需要 就是 读跟写做的多的 到底是哪一个是做的多 那所以比方说呢 你可以看到说 像这个陈海波教授 上海教导的陈海波教授 他甚至发展一个东西叫 叫做prwlock 就是说 我多半的时候都是什么 都是read 那很少时候需要write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今天讲这些 Skepting 其实它就是依据不同的情境 各自去演 各自去探讨 我们不存在一个单一的解决方案 往往呢 在工程上我们需要好多不同的方案 因地自语的去解决 所以比方说像这个陈海波教授 他就提出一个 说我多半手是堵的 那会需要写 那我要怎么做 确保说 这样就可以保持一致 然后呢 甚至呢 后来又发展一个东西叫这个 MSC Spinlock 好 这边请你看下这个资料 好 那所以注意到呢 这些lock呢 对Skepting的冲击 其实都是非常大的 然后所以 要确保 不会发生lock connection 也就是说lock不打lock 其实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次的这个 讲座的这个主题 好 好 那在讲这个讲座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篇这个很 很经典的论文 它一样也是OSDI 真的整个做一些 最顶尖的这个研讨会 好 那这上面就有这个 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 CSAI Lab 能工 电脑科学 人工智慧实验室的一个论文 那这个论文标题写得很清楚 就跟你说什么 去探讨liners的Skepting 尤其在很多核 就是说我们讲这个 这个词很好玩 就是说一般我们说这个多核 讲的是什么 是Matico 就是讲说 然后从双核 四核 八核 或者说有些比较复杂的 像我这支手机里面就是跑十核 十个CPU核 但是我们一般讲这个Matico 是更多的 比方说三十二核 四十八核 然后这些起跳的 甚至会包含不同的益子核 在这里面 所以比方说它除了有CPU以外 甚至还有 GPU 或是一些特定的 NPU 就是类神经网络加速器 主持类这种东西 好 然后那这边我们来快速看一下 就是这边论文 那一些投影片 以及还有这个重点整理 稍微描一下 好 先来看这个部分 就是说这个 这个讲说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说它来 帮大家画一下重点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讲这个画重点那些事 不过 在课堂上讲这件事的时候大家会醒来 就精神都变好 这也是我到学校教书的时候才发现 所以三不时来讲说 我帮大家画重点 那学生就会比较有精神 然后觉得老师讲的还不错 但是这是不好的习惯 好 那看一下就是说 这边就是有一个 一些重点的提示 就是说我们到底在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那你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会有像画面中自当图 就是说这个讨论能迈过像这样 就是我们有好几个议题 比方说我可以看到说 我的什么 这个完整性 这个整个设计的完整性 然后再是什么 我们的界面 我们界面包含说这样的一些什么 系统部教 然后再是实作 就是说你真正做出来的效果是如何 好 然后我们这边来讲话呢 以这个议题 这个议题来讲话呢 我们分几个 就是 左边这个是探讨的方式 对 就是整个系统的完整 它提供的界面 它的实作 做什么事 然后呢 这边来讲话是什么 就是说从它的功能 它的功能是怎样 然后它的速度 以及说它对这个做Full Torrents 就是说 其实我一个单一节点 或者单一的这个状况 除了意外 好像刚刚讲的 拜承尼龙做机制 就是有些叛将存在 今天就发现 这不就是跟我们现在台湾的局面很像 对 就是有叛将 有中心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社会付出的 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可以让这个家计 这个家计 不是家计 社 国家设计可以运作 对 所以其实 本时来讲的话 政治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作业系统 它里面要 容忍很多不同的生意存在 尤其是民主这样的一个 国家机器是很特别的 它跟这个集权是很同的 就是集权是很好思考的 但是集权它也是很容易攻击的 那民主呢 刚好是颠倒 民主呢 它是很在意是制衡的力量 所以我们会有为什么会有三权分离 当然五权宪法是一个三寨的东西 不用去探讨 但是三权分离为什么重要 就是 它就提出一个制衡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 那在这个 在这边讲 在这个 论文里面 它就提出一些途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途径跟它的诉求 那这个途径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在讲这个Skebit 它虽然充简大 还记得刚刚讲那个中国联通那个例子 这个电信商的面临的挑战是很大的 我投资越来越大量 但是我人口不会瞬间爆增 我也不会有一堆人突然就买了一堆手机 对不对 我的业务量不会升那么快 但是我的各式挑战很大的 人民有iPhone 人民有Android手机之后 对这个电信的需求 原本是可能很低的 那后来突然爆增 可是我的营收不见得可以爆增 对不对 你可能有线性成长就算不错了 但是这个投资的资本 还有你的服务品值 有可能会下降很快 所以往往我们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讲Scibility的时候 要去探讨如何去量化 所以他在先做一件事 他去Benchmark 去量化 所以他先提出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叫做Moss Bench Moss Bench 它其实它是七个常见的 在伺服器端常见的应用 大家先建立一个缩影 然后它的测试环境是在48个盒上的一个 64元架构的处理器上去运作 然后 所以他跑了这个七个城市所构成的这个Moss Bench 那跑完之后 你看到这上面有这个七个城市 那跑完之后 他去个别去探讨各自的这个问题 那你可以看到说 在各自的问题其实很有意思 你会看到说 其实会lock到什么 共享的资料结构 所以注意到 用size 就是说要干嘛 要搞清楚 你到底塞在哪边 如果这个东西是共享的 那整体的这个什么 整体的这个增幅就会大幅的缩减 好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说 这个一个任务可能会写到一个什么 一个共享的机体区段 好 那一旦呢 写到共享的机体区段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对 就是说 会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这边写路 还记得跟他最早画的那个SMP的图 对不对 还记得吧 就是他其实在讲的事情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说 我一个任务呢 可能会写到一个共享的一个机体的区段 那写了之后呢 因为另外一端呢 我也要保持cash的一致 所以他需要做一件事呢 叫什么 叫做cash coherence protocol 注意到这个成本呢 是很惊人的 这个成本呢 往往它是几百个cycle 就我们做很多事情 包含做这个forware圈 很多时候 他可能只是 几十个cycle 就是一些 可能他就是一个i++ i-- 判断i是不是大于10 大于100 或是小于100 然后一直加加或者减减 然后计算那个什么 数值的 记录总数 或者做一些乘法 那往往呢 这个耗费的这个CPU cycle 可能还好 可能就几十个cycle 然后到几百个 但是注意到 要做到cash coherence protocol 几百个甚至更长的 可能要到几千个clock cycle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导致什么事情 这导致说呢 如果你平凡的需要做到这个cash 就是为了要确保cash coherence 你需要做到cash embedded 那你这个对这个效能的冲击是很大的 那即便呢 你的这个设计来讲的话 是可以引入这个luck free 注意到我们讲luck free 不是说没有luck 而是luck跟luck之间 不为冲突 所以就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本事就可以辣 对不对 你说你是中国人 OK我尊重你的信仰 注意到中国人是一种信仰 对不对 就是这个这个 总是有人说他是中国人 好那我们尊重他 可是呢 就会有人说他某某人才是正宗中国人 好那这个就尴尬了 对不对 就是我们台湾有中国人 这个新加坡有中国人 旧金山也有中国人 四海都有中国人 因为毕竟他是一种信仰 可是只要有人说他是正宗 就会有信仰跟信仰之间的冲突 好那所以我们讲luck free 其实讲的事情是什么 是这些luck 或者说这些对中国人的信仰 本身不会冲突 所以其实像台湾来讲的话 很多幅度 我们就是一个luck free的设计 对不对 很多人都可以做到一件事 去中国做生意的时候 我就是中国人 回台湾的时候 我爱台湾 我爱中华民国 是中华民国人 戴中华民国的帽子 他懂 那这个ok的嘛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luck跟luck之间是不冲突 可是呢 就算你做了这种事情 就是确保luck跟luck之间不冲突 但是 因为你会有什么 会写入资料到共享的区段 所以这会导致什么 因为你无可避免要 做cash coherence 然后背后有各式各样的cash 然后还有cash line bouncing 的问题 对你不觉得那个 拿那个政治议题来讲 顺利就懂 就是有个有个问题叫cash line bouncing 这个 各位可以教他看一下 好 那所以简单就是说呢 这个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说如果呢 我这个执行序或者执行单元 平凡的去修改某一段 共享机体空间的时候呢 那所以这一段区区所面对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cash line 好就会不同的什么 同步到不同核 好 那所以就一直在变动 好 所以为什么它叫bouncing 就是说原本我的cash 是可以独自运作的 好 或是我cash有共享 好 就是 比方说在像那个on的手机很常见 对 就是手机上 你level1cash是 独立的 那level2cash是共享的 好 可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呢 我这个执行序就是 平凡去修改某一段位置 好 那我就可以改 比方说像counter 对不对 或者i++ i- 不要怀疑 i++ i- 本质上就是一个平凡修改 对不对 你一个for围圈进入 加加 好 进入一次再加 好 再继续下去 一直加 所以你想这个东西 i++ 如果i这个本质上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共享变数 那势必什么 势必呢 这个 它对应的这个cashline 就要跟着 同步到不同的合 好 注意到这件事就会重新到效能 效能 这个我们之前有探讨过 就是讲这个Cashline 就是讲这个Cashline 就是讲那个什么呢 讲这个SpinDuck 这东西编直接更好的 原谅 我们这يا就是Star Core 我们之前有一个探讨说这个讲 这个的 成本呢 它的成本其实是不低的 所以就讲这东西什么不低 那你可以对照看这一篇来去讲这个议题 好,那我们再继续看 好,所以呢 再帮大家快速分析一下 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有什么 对共享的这个资料结构 它是一整个区域或者一个常见的操作呢 我就把它拉 然后呢,再来什么 再来是因为 会有这个某一盒或者某几个盒呢 会频繁的去对共享的记忆体区断去写入资料 这往往会影响到这个背后的catch-conference 那这会有代价 然后呢除了这以外呢 还有一些很讨厌议题 就比方说呢 我们在这个记写操作上呢 就是总是会影响到这个catch-miss的频率 所以就想说一开始呢 catch的效应如果是 一开始呢可能是没有什么显著的catch-miss 或者一开始没有显著这个效能问题 但是它会在某些时间点 你会发现这个catch-miss率会大幅的增加 然后呢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表示说呢这个catch没有发挥应有效果 当然是呢我又要 又要这样 又要确保这个资料的一致 所以往往我们就是要舍尽球员 那如果你平凡做这种舍尽球员的时候呢 其实在这个冲击就会变得很大 所以注意到啊 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议题呢 就是从这个地方去触发的 好 所以注意到呢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它的一个触发点 那接着来看一下就是说 我们帮大家归纳一下 归纳一下这一篇在探讨的议题 第一个呢它提出一个东西叫 slappy counter 好那这个就是因为刚刚讲过了 就是我们就有那种counter share counter 就是像i++ i-减减那种东西 如果说它是共享的话 注意到这个counter比你想象中的更平凡 很多地方都会有counter 当然系统会有counter Network stack也会有counter 基本上这个counter是无所在 但是一般的counter如果是区变数的 像一般写那个forware圈的 那个是区变数的是没关系的 但是就怕那种共享的相当地道 这种党类系统的 Network stack的 偏偏很多应用 它就是很吃这些资源 很吃这些特征 好那这边研究的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不需要对整个nins kernel 做大幅度的修改 才能够去提升scapability 我只要用到什么 引用到特定counter那边做修改 就可能去提升 然后再提到一个叫mosebench 然后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技巧 这也是要来探讨的 好它的结论就是这个 就是说 事实上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消逐势力 是不需要的 但是 在这之前我们需要掌握很多 改进scapability的技巧 然后知道说怎么去提升那些必要的一些处理 好像刚才提到这个scapability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说 如何呢去分析这个linus的scapability 就是它的mosebench在做的事情 那mosebench基本上是由这个七个应用程式组成的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比方说这个edging 那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寄信的程式 这这个很有趣 就是说 同样的电脑 你把它装windows你就说什么 这叫家用机 这叫娱乐机 那如果说你把它装linus 你就说 哎呦变成伺服器 对 其实硬体的人可能都是一样的 只是用法不同 好 那这个在在那个linus作为这个伺服器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的话呢 很有趣 就是预设呢都会安装这套软体 我修正文化 就早期都会安装这套软体 那后来我不知道有没有预设安装 好 那总之这个软体在做什么事 它的软体基本上是 这套呢就是在做 就是一个 我们称为叫 MTA MTA就是说 我邮件 就Mail Transfer Agent 就是说呢 我们常常这个系统呢 就是要有发送信件的需求 你想为什么 一个好端端的一个电脑 为什么发送信件的需求呢 到底是不是来做这个 发送信件的需求呢 其实不是 就是讲 其实系统有很多事件 比如说事情 比方说Chrome Job 对不对 就是说 我每天都要做 清理职业的事情 或者说我每天都要把这个log 写到某一个地方去 好 那你就会可能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这些Chrome Job 这些透过ATD 或者类似的这个方式呢 去启动那些 周期性的任务 它有可能会遇到失败 或者遇到一些 非预选状况 那这时候呢 就可以发信 发信给什么 给系统管理者 所以我们就会需要 透过一个Mail Agent Mail Transfer Agent 可是好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样的一个Mail Agent 这样经过刚才解释 比较容易懂 对不对 就是说你就算 没有要寄信给别人 但是你总是寄信给什么 系统管理者的需求 好 那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 因为每一个Process 都需要Voke两次 来发送一个新建 所以单核呢 我们讲单核是讲什么 单一处理器和 就是Processor Core 需要运作什么 百分之六十九的时间在核心 这边讲核心是什么 就是Linux核心 你说为什么不讲明白 如果每个核心都在写Linux核心 我们底下写一堆Linux 真的很讨厌 所以我就忽略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个这样的MPA 其实它是很惊人的 就是说单核呢 有将近七成的时间 是在Kernel里面 那Kernel里面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要建立这个Process 还有什么 还有删除好多个小改 好 那另外一个东西叫 那MaincacheD 那MaincacheD呢 很多人说你有做过这个网 网路的服务的人就很熟悉的 基本上这东西就是一个 KeyValue的Store KeyValueHedgetable 就是我们在刚才讲那个中国连通的例子 可以知道 就是说我们过往的很多模式 比方说用这个SQL 那现在来讲会从这个SQL到NoSQL 然后会演示到NewSQL 那注意到呢 我们从SQL到NoSQL不是说SQL不见 那有人说法讲的比较有趣 它叫做NotOnlySQL 就是说它其实不是只是把NoSQL当做什么 NotOnlySQL 就是说不使用SQL作为主要查询领 但是不代表说它没有查询领 它可能还有别的查询领 好比方说除了这个SQL以外 有什么CQL 像这种 就是这个Casandra用的这个QueryLamage叫CQL 那CQL跟SQL的差异在哪里呢 就是说SQL是一个公益标准 然后它很有弹性 那当然它背后的对应的这个资料库的引擎 资料库的驱动程式就要做很多调整 那当然它会有付出一些代价 因为SQL是太有残契的 那CQL就是什么 针对这个Casandra 就是一个分散式的资料库 那针对分散式的资料库呢 我们就有些限制 比方说一些栏位 我要存取第一个栏位 跟存取第二个栏位 对不起 耗费成本都不一样 所以你在钻写程式的时候 在规划这个Data Schema的时候 你就要去想 我如果第一个栏位 跟第二个栏位存取的时间是不同的话 那我就想 我要哪个东西当作主要的一个查询 主要去排序 主要去索引的栏位 这样这个东西要去规划的 好 然后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MainCacheD呢 就是这样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 它就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 Key Value Catch Table的一个持座 好 可是呢 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是呢 就是因为 它运作的时候呢 因为它有大量的Lack 为了要降低这个Lack的成本 怎么办呢 好的 MainCacheD想到一个很有趣的是 就是 一个不够就 就吃两个 对啊 所以建立好几个MainCacheD的伺服器 那每个都有Port 所以就分散去出去 所以就想说 我的Port是从9001 02 03 04 05 就是比方分骨折 好 那既然呢 存取的时候会有Lack的重量 所以怎么办呢 901会有Lack的时候 我就用902 903 好对 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把这个存取 幅度把它分走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在刚刚提到这个 刚刚还记得吧 刚刚不就提到这个 卡森转好 那卡森转也有类似的状况 就是说 我这个资料呢 它可能就把分散之后 比方说 有五台机器 那我这一台 五台机器的其中第一台 我就叫做什么 就存取A B 好 然后C D 然后呢 A B C D 好 然后 然后A C D 反正就是说 我把资料打散 那所以资料打散的时候呢 我只要缺好论 就是因为我有这个LAC 所以我如果存取第一台机器 要发现我LAC时间很长的话 怎么办 然后赶快跳到第二台 跳到第二台 或者跳到第三台 或者通时就好多的去找 反正总是会有那个没有LAC的 总是会有那个资料存在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说呢 这样的话呢 虽然它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 但是有麻烦的地方是 在单核的时候呢 80%的时间其实在科农里面 那在科农里面到底要花时间什么呢 就是TCPIV的堆叠 然后那接下来看Apache Apache的这个 大家知道吗 我们讲Apache 其实在讲是Apache Web7 当然Apache是一个很大的Project 但是我们讲 一般来说只讲Apache的时候 只讲Web7 好 然后呢 这个我们讲Web7的话呢 它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说每个Core会执行一个Process 那Process上面呢 会有什么 会有一个Swap Pro Swap Pro上面可以执行好多个什么 好多一个 资金序 我们做一个示意图的话 它大概是怎么样呢 大概讲成 所以就想要说我这个 每一个CPU的Core 运作一个Process 那Process上面都有一个Thread Pool 所以注意到Thread Pool里面可以执行好多个Thread 所以我Ruquid进来的时候 我先把Cue起来 那Cue起来之后 赶快去打散 能够做的时候赶快 所以这件事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你去银行嘛 对不对 你去银行先做什么事 先抽号码牌 那抽号码牌在干嘛呢 就是说 请16号到3号柜台 所以你赶快冲过去 那接着他就拖布 请这个21号到5号柜台 那你可以看说 这个也是一个很聪明的设计 本质上没什么大问题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什么事情 Apache Web Server耗费 百分之六十时间在合金上 那为什么这个有这么多时间呢 因为我要档案系统存取 TCPIP网路对接的冲击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每一个Request 它都要去操作一个档案 所以这个是在什么 在Apache上的一个 Web Server的一个成本 好 那PostgreSQL的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个PostgreSQL里面呢 它其实有大量的资料结构 跟那个要去分享 还有做一些同步操作 然后它的资料库表格呢 其实是通过档案形式去保存的 而且被所有这个PostgreSQL的这个process 去共享存取 所以你要想PostgreSQL它是一个资料库 这你们知道 但是它其实这个资料库呢 运作的它有好多个不同process 好 那所以我每次呢 去连接一个这个process的时候呢 会透过这个LAC的这个机制 然后去做什么 去让这个资料 就让我进入好多不同process 好 那我会有个LAC机制 让这个资料可以同步 好 然后甚至可以做负载评论 就比方说 我假设有好多个核 然后我上面都有 各自都有运作不同process 那我可以依据需求 我就 我ClientDone可以 可以 所以 比方说你可以用Rone Lobby的方法 就是说 我先连1 然后连2 连3 连4 反正把这个负载分摊下去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个是一个很聪明的事情 如果说你的情境呢 是Re-Only的情境 就是说 我只去 读取 那单核上 你们看到这个数字很低 对不对 才1.5% 可是 奇怪的地方是什么 在48核的时候 这个数字冲到 82% 你发现这个东西经典 大家可以看到 单核的时候 它的这个只有1.5%时间 这个负担很小的 对不对 甚至可以 有时候都没注意到 可是呢 为什么在48核的时候 80%在核心 所以你发现这件事不单纯 就是说 虽然这个 机制很巧妙 你看我就 不同的CPU core 上面有好多的不同process 那这process 要 要共享资源的时候呢 我有个lack 那平常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做负载的平衡 对 这个这个还蛮聪明的 对 然后而且在单核的时候呢 负载低 可是在多核的时候呢 就发现这是一个负单 好 那继续再看 那GMAC GMAC就是GnuMac 那一般来说 你在另一个市场打MAC的时候 就是Gnu的Mac 那注意到这个Mac呢 不是只有Gnu有Mac 像BSD 也会有这个 有Mac 比如说这个BSDPMac 这东西很多啦 就是什么 BSDMac 或者这个 反正这玩意很多 那注意到你要搞清楚 你要搞清楚Mac 就是 在另一个市场是GnuMac 那BSD上有BSDMac 那这两个东西呢 越差越远 就是这两个东西有很大的落差 那这边讲例子是说 用GnuMac搭配 GnuTorChain 就是GCC GDP那些东西 好 那就编译呢 这个Linus 客套 我们讲核心就是Linus Linus 约约约约层次码 然后 这个东西呢 你会发现说 虽然它有7.6%的实力在核心里面 但整体的耗费是在它编译器上 好 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东西叫Search 这个Search呢也很好玩 它是一个什么 来做 索引跟查询的这个网页的工具 那它做法是这样 就是在每个核上呢 也会执行一个Index 一个Process 那这个Index的Process呢 它就有 就会共享输入的档案 所以我有多不同的档案 会进来 好 那每个核呢 会执行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从这个工作 业队里面 导出任务 我会有很多档案要处理 所以我就丢到这个Q里面 那丢到Q里面呢 就选出来 选到该做的事 对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刚才那个Search Pro 这个很经典的设计 这个是很OK的 然后它这里面呢 就会把它抓到一个什么 抓到一个Hashtable里面 那Hashtable如果带到一个成都之后呢 我就干嘛呢 我就把它写到一个 缩引档里面 然后再继续 继续 读取档案 好 那当然这时候呢 你发现什么 它是CPU Bound 也是 Fire System Bound 好 然后呢 之后呢 再做什么事情呢 再把那个 就是 去处理这个DARN 档案 好 然后呢 就是做完这个Indexing 之后呢 我们要做一些调整 就是把这个输出 就是你做 进完缩引要 就是你先 兵分多路嘛 每个核都可以做Indexing 好 然后最后我们要把结果 拼装起来 好 那注意到呢 这个负担呢 其实也是很有趣 它实说是很有效率的 就是在单核的情况下呢 这个 留在Kernel的时间其实很短 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在User Space上 可是呢 你看到 到48核的时候 突然就冲到23% 对不对 你组长就告诉你 这个事情不单纯 你看到 Postgrade SQL 的时候 单核是1.5% 48核的时候 被82% 好悲剧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来讲话呢 这个Search的来讲话呢 它是什么 单核是1.9% 对不对 那到48核的时候是23% 所以 这就是经典的Bear的问题 那类似的状况呢 也反映到那个Map News 那不知道Map News的朋友 可以搜索一下 简单就是说 这是由Google提出来的 这个 一个资料处理的方案 就是讲到我资料 可能就存在好多台不同的电脑上 那以往呢 资料存取到不同电脑的时候 我们要想办法 把所有资料取出来 或是对 所有资料做排序啦 做搜寻的时候 都是一个很大的代价 对不对 因为你资料是放在好多台电脑 那以前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呢 往往会遇到一个大问题就是 比方说我要搜寻 我要搜寻的时候呢 我如果有一万台机器 好 像Google随便都是上万台 假如你的机器有一万台 那一万台机器呢 那你要怎么去把说我资料在搜寻的时候呢 又可以去新增资料 而且呢 这个新增资料还可以让结果是什么 是 多数的结果是正确的 好 就是你想说 一直有网页内容 新的网页一直加进来 好 然后我今天要搜寻的关键字啊 比方说像那种 推特那样子 realtime search 比方说search是川普 那你看 在你搜寻川普的当下 川普就发新闻文 或是有人就提到川普 对不对 然后就会遇到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说 你这样的话 听起来好像没办法做到说 不luck 然后又可以确保 这个 检索资料是正确的 对不对 这个看起来是很两难的事情 好 那总之呢 这是有方法的 所以像MapReduce呢 它就设计一个方法 它就拆这两个操作 一个是Map 一个是Reduce 那这个背后有这个什么 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一个概念 好 不过我们要讲的地方不是在这里 我们要讲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这个来讲的话也有类似的状况 就是MapReduce的程式来讲的话 单核有3%在核心 但是在48核的时候呢 这个数字提升到16% 所以这也是什么 这也是Scape End的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 我们刚才上面讲的图 还记得吗 会衰退的 会崩坏的 这是会有的 那有些呢崩坏是一点点 那有些崩坏会崩坏很多 对不对 还记得刚才讲的什么 PostgreSQL 对不对 这就是崩坏很多案例 有82的时间在科农 所以意味着呢 你在User Space占用的时间 只剩下什么 只剩下一层了 对不对 就将近两层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在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就是要去思考 所以注意到 所以这篇论文呢 他先用这个东西 叫做Morse Bench 再把这个软位置起来 然后呢接着什么呢 接着就是说呢 他就是来分析这个Scape End的问题 所以在论文的这个 第五页 图一 第五页 我们看 到第五页的时候才有图 对 对 不是 他不是真正图 他这个表 看一下 好 那在第五 第五页 他讲的图一 这个表格里面呢 他就讲到一些问题 他起来很细啦 比方说 他里面就把那上面那七个 就 汇成起来叫做 Morse Bench Morse Bench Application 他去分析 比方说他分析呢 有很多是网路的 所以呢这个 这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像这个Accept 就是说你 你接触过那个 TCPIP的Programming 那SocketProgramming 来讲的话呢 他有个东西叫Accept 那我们在Accept的时候呢 你发现什么 就是 这个也会有这个Scape End的问题 就是说随着这个 CPU的数量增长 其实呢 我整体的 整体能够处理的那个数量呢 其实是下降 好 所以你可以跟他说 我遇到这个状况怎么办 就是有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Percore Baking Dog Queue 所以简单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以前为什么会随着CPU 数量增长 反而整个Super firewall下降 因为呢 就是有Lock 就是有频繁的Cache Embeded 就是频繁的要做什么 要做这个Cache Confluence 那 于是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就会发现说 里面会有很多Core CPU的机制 其实就是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就是想办法让 资源的 需要做分享的程度 大幅的去降低 我不用一天到晚就要分享 如果我确保说 我如果把分享的比例下降 也就是说 我每个CPU Core 都可以读 读取 也可以写入 特定的资料 而且这个资料呢 是只有这一个CPU有的 怎么称为叫 PerCPU PerCore 就PerCPU Data 只有这个资料呢 是被限定在特定的CPU Core上 去处理 不会被其他可分享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降低需要分享的机会 那又因为降低需要分享的机会呢 这样对什么 对这个Lock的冲击有分子小 所以你会发现 底下呢 有好几个这个方案 其实都在讲这些事 好多 好多个 所以这边也可以对应到不同的应用啊 像这个Apache 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这个像PostgreSQL 好我们休息一下 好我们继续 呃有个网友问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说 呃 多核CPU 嗯 这个没意思一样哈 好那就说 就假设你今天系统是多核的状况 有一个很大的 呃 共享的资料结构 其实很多资料结构呢 都可能会遇到很大的嘛 比如说你就想到一个link list 或者说一个红黑树 对不对一直在增长下去 这个 这种资料结构都可能蛮大的 这个 这是很常见的事情啊 那 呃 再来是说 这个问题是说 每一个core都尝试写入的 呃 我想想 你在这边走啊 好 要注意到一件事啊 就是说这个CacheLine的大小啊 基本上它是有限制的哈 那一般来说在这个很多架构来讲的话 是限制在 六十四个byte 好 那有些手机呢 有些手机会限制在 呃 就是有 就很多不同的CacheLine大小啊 有三十二的 三十二byte 也有六十四个byte 好注意到哈 这个同样是on的手机 它会有分六十四byte跟三十二byte 好 那不过来讲话 你可以先假设 我们就知道存局六十四个byte 好 那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这是什么 这是CacheLine的大小 好 注意到我们讲Cache呢 它本质上它是一个循序的 就是我们讲这个Line Line 它的选名叫什么 London Assess Memory 好 那 第一个London就是随机 也就是说我今天存局 开头的位置也好 结尾的位置也好 中间的位置也好 中间偏左中间偏右 反正我对我们来讲存局就是什么 就是 它为什么叫随机 就是说 其实这些成本 是相似的 是相似的 我不会因为说我这个位置突然跳很多 然后就突然这个 时间多差就很大 好 这不会 这是Rate 特性 可是呢 麻烦的地方是Cache 是这样 Cache呢它其实一次读进来就是一个CacheLine 好 所以注意到我今天存局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会有一个它是一个循序的就是我每次读取的大小就是一个CacheLine 好 就不然因为这个Cache有点像什么 就像你考前猜题一样对不对 考考试前对不对 当然首席嘛对不对 就是就是大家就是考试前就背考题对不对 然后背什么避考题或者拿别人的笔记出来去看哪里画很多重点 或者说觉得题目很奇怪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怎么准备考试像我自己就说 诶 这题目看起来很奇怪 应该会考对不对 因为好猜的题目通常老师不会出嘛 然后老师喜欢猜 老师喜欢出那种不好猜的题目 所以注意到CacheLine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背答案对不对 一次只能背一个 背一小题 那这一小题就有限制啊对不对 就是看到什么关键事 看到什么公式 海龙公式 就是这个 所以那个大小一定很小 很窄 就是刚刚讲64个byte 像海龙公式差不多那个大小 如果再复杂一点就没办法写 就不要说什么罗伦兹转换这种 就 别做小抄都抄不完嘛对不对 比较大一点 好 那所以这个问题是在说 第一个呢 这个问题有趣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在存取的时候 不可能 总是把资料结构的每一个环节都接触到 好 你就想说 我如果是一个link list 那link list 一个node 或者说一个红灰树 它里面有一个node 好 那我不可能这个资料结构呢 它虽然很大 但是我不可能 总是每个栏位都会存取到 我一定有平凡度 那这个平凡度呢 会有分有不同的啊 比方说这个我们 我们讲的就是各式各样的 locality 好 虽然我这个locality 有分什么 spurture 跟 spurture 跟temporal locality 就有两个 spurture 好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的资料结构再怎么大呢 事实上呢 我们的这个 存取来讲的话呢 为什么一直打算 spurture 好 那所以其实我们会分两种主要的locality 一个叫temporal 一个叫spurture 好 稍微用一下 一个spurture 这个 所以就是说你看我们 资料结构再怎么大 但是其实呢 我们这个存取 会依据什么 依据好比方说 这个是 比方说这个资料是 这次存取 下次又会存取 好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 我存取的时候呢 A0这个区域 结果 A1 A2 A3 也会更能存取 所以我们会分说 他是 他是什么 他是这种 时间去缺割的 还是空间去缺割的 所以会分不同的locality 好 那所以看到这一段 这个wikipedia 这一段写的很有趣 他跟你讲什么呢 就是说 实际上呢 这个 我们为什么 设计cpu的时候呢 在我们资讯系统来讲 这个 cpu的设计来讲的话 为什么会有这种paging的概念 注意到 paging这个东西不是有MNU的时候才有 其实如果说你去看 早期的那个cpu发展 好像那个 386的系统 其实它本质上也有做paging的系统 就是它其实就 不过那个词不太一样 它叫scamitation 就是说我在机体的切割 就切割了好几部分 因为事实上呢 我们在这个机体的这个操作来讲 注意到386就有cash 那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存取 这些机体的时候呢 往往就会有这些频繁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即便我资料结构很大 我的成员很多 我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在存取每一个栏位 就是我不可能永远都每个栏位 那其实它会有个什么 就是 就会有那个时间跟空间的关联 比方说呢 如果你真的每一个栏位都要存取 但是你会发现 你会照着特定的顺序 你不会突然从这个第一个 跳到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跳到层面 所以你每次样式会不同 如果你的资料结果很大 然后呢 你往往就知道 就算你要copy 资料 你往往怎么样 就是循序的对不对 第1个栏位 第2个第3个第4个 那这样的话 你发现这不就是什么 这不就是这个spectral location 或者说呢 你资料存取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资料存取 虽然它都是跳来跳去 但是你发现 后来你发现 规律是在哪里 再来说呢 我这个 这是存取到A这个位置 下一次呢 还是会存取到A这个位置 它不会立刻发生 但是A这个位置呢 它就很常见 比方说A这个位置存取完 知道 可能做到A加 A渐渐 或者加总和 再过一段是又存取到A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就 就叫什么spectral 好 那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问题呢 有这个网友问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我们看到 就是对 从cash的观点来讲的话 因为cash是有hierarchy 对不对 Level1 Level2 Level3 虽然Level3很大 但是其实呢 来讲的话 要让cash有效益 所以你往往要在更上面的 比方说Level1 或Level2 那到Level3的时候呢 已经是 已经是 慢很多了 而且呢 以locality的效益来讲话的 就是我刚才提到 就是我们cash呢 其实是 它是sequential的 所以我们要 如何让效益提升呢 你要想办法去提升 它的sparture 跟这个temporal locality 所以换个角度想 就是说 我就要去 比方说我这个资料存取 我就要想办法 不要 比方说 在我一次cash内里面 有包含说这一次的 还有下一次的 那 如果说你在结构上 做不到这件事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一件事 就是做这个prefetch 那这个prefetch呢 我们有一种 另外一个词汇扭曲 叫做什么 software pipeline 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呢 在这个 cpu会有这个pipeline 印刷群fetch 印刷群decord 印刷群execute memory 还有writeback 这是很典型的 5stage pipeline 那当然你也可能会 把这个提升 像一只手机来讲的话 注意到 以手机来讲的话 这个pipeline stage 可能会到17个 十几个pipeline stage 注意到 那是可能 那这 这个东西很有趣 就是pipeline stage 不是多就好 事实上在十几年前的 Penet4 曾经有pipeline stage 冲到31的时候 但是后来被证实 pipeline stage 冲到31 很可能效能 还会输给pipeline stage 只有15 就是不是你pipeline stage 变多就行了 好 那注意到呢 我们事实上呢 是可以透过什么 是可以透过 像prefetch 这样的一个指定 来做什么事情呢 来手动调整 手动调整 什么东西的观点呢 就是 就是说这个 cash 我刚才不是讲过 这个temporal opacity 跟spactual opacity 所以我的prefetch 的观点在说 我就相当于给CPU 一个提示 提示说 我该怎么去置换 我的cash内的资料 相当于主动去置换 可是麻烦在什么 因为我一次能够看到的 空间是有限的 就像刚才讲的 你就是考前 背考古题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有这种经验 就是我背考古题 比方说 我这次要背什么 背这个 海龙公式 就是假设你今天是数学 海龙公式 结果你除了背海龙公式以外 还要背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双曲线的 那除了双曲线以外 还要背那个什么 庭院生生升级许 三个生 不会摆在一起的基地是多少 因为不懂 就一直背 对不对 那可是你可能 基地统计背得差不多的时候 突然又忘记 那个海龙公式长什么样 就有这种问题 所以呢 一个比较好的策略是什么 你大概知道 这次的考试方向 这个初考题的人 在意什么 他其实在意提科 然后呢 基地问题呢 就点到为止 不会想问那个什么 庭院生生升级许 所以你就可以 好 基地位就放弃了 我就不花那么多心思 我就专注在集合上 所以这个就是prefetch 来做的事情 因为我一次能看到的东西有限 所以你会好奇说 那L3 cache不是很大吗 对 它cache很大 但是 实际上cache会做什么事情呢 它会有sets 就是有什么sets associative 就是说它会切割在不同的区域 所以即便我的cache L3的cache很大 基本上它都是好几Mb的 但是它本身还是会切割好几个部分 因为我们也有讲过了 我们要让效能变好 其实还是要在什么 在memory hierarchy上 越上越上越好 当然就是说 最快的当然是CPU暂停器 但是L1 cache的速度 几乎就跟CPU暂停器的速度是差不多的 但是从L2甚至还有L3 到L3的时候很尴尬 因为L3的人 它就是共享 共享就要做前面讲的那些cache Coccurrence的Portacle 所以注意到你不是说L3的cache 它是好几Mb 对 它的确是好几Mb 可是因为它是共享 所以你耗费在CPU CPU要做CacheCoccurrence的成本 很可能会 让这么大的空间 不见得会发挥作用 所以特别注意到这件事 所以你会发现说 你会用一些工具 比方说像Puff 它就会说L1D Cache 像CPU Cache 比方说L1D 你看我们在列出这个资讯的时候很有趣 你看L3的cache 这个很大 你先把它估成3Mb 这个东西3Mb很大 但是注意到 对效能冲击比较大的反而是L1的Data Cache L1的Instruction Cache 或者到L2 因为以这台电脑来讲的话 L1跟L2都是什么 都是Privates 但是到L3的时候进行共享 共享就是要付出什么 要做Coccurrence的代价 然后也因为这件事 像Bouncing 刚刚讲CacheMbouncing 这个冲击很大 而且CacheMbouncing不是只冲击这里 也会冲击到这里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其实很多东西看起来是小的 像Counter这种东西 Counter都很小 它比你在意的资料结构小太多了 对不对 你看一个Counter像Spinlock里面 它本质上也是Counter 但是在Counter尴尬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它会遇到 很可能会遇到CacheMbouncing问题 对 就是我频繁的要加加减减 加加减减 而且我CPU核越多 这件加加减减 发生的状况就越多 所以特别注意到就是说 我希望各位注意到这个议题 就是说 这个大小是一回事 那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去做一些实验 提醒一下 你可以用Puff的工具 这个东西很强大 可以 诶 就是 杀鸟 就是你可以用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Cache 这个 不对 你要找另外一个 找Puff Puff 找这个 就是你可以用这个Puff 这个工具 那可以 可以让你去 去分析到 那个 个别程式的那个 效能影响 然后 避免用拆的 因为说 你要 除非你真的设计过CPU 你才有很直觉 一看就可以知道 这个东西在怎么运作 那而且 但是就算你设计的CPU是怎样 你通常 自己设计出来 CPU 往往它没办法做太多复杂的事情 所以你会运作的 都是一些像手机 或者你的各种电脑上 对不对 那上面的这个东西就很复杂 已经很多东西不能用想像的 它不是会幻想出来的 好 然后 另外问题问到什么 Br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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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 今天讲的是什么 Brench Prediction Mix 好 所以就是说 Brench Prediction Mix 跟Cash Line 就是Cash Coccurrence的成本 哪个效能冲击比较大 好 直接讲结论 以Intel架构来讲 Brench Prediction Mix 这成本是很低的 好 就是 其实冲击已经越越小了 在以前的话 冲击是很大的 在Penet 4的那个年代 Brench Prediction的那个 冲击是很大 就是 它冲击会超过20% 但是呢 在现在来讲的话 冲击很小 就是可能是7% 或者更小的 但是 麻烦的地方是 即便是今天 Intel 跟AMD 最新的技术 要做 Cash Coccurrence的成本 还是很大 所以注意到 哪个损失比较大呢 其实是后者 而且后者的 代价 不低 好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一些数据 好 然后再继续看这个 刚刚提到的这个什么 这个 Linus Security 这个 Many Code Many Code 这个状况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这 这边有7个城市 列为什么 Moss Bench 好 然后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就说呢 这个 那其中呢 里面就有讲到一段 讲到一段什么 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东西呢 是来自什么 Rifference Counting Rifference Counting呢 本质上呢 它都是有个特性 就是 很频繁 不 它有两大特性 就是存取很频繁 对不对 你就想要说 像那个 i++ i++ 或者Link List的那个 不 举错例子 不是Link List 就是那种 i++ i++ 或者Semiphone 就是一天到晚 就会有更新的 而且CPU核数越多 更新的越频繁 有机会越频繁 这是Rifference Counting的一个特性 然后第二个特性是说 它本章就是一个数字 而且呢 在Linus来讲 多数的时候都会想办法最佳化 就是说 能够用四个 四个byte去处理的 counter 就不要用到八个byte去表示 就是Linus会做这种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今天讲的Rifference Counter 本质上它很多时候都是32bit 那你看这个32bit跟你那个 刚刚讲的CPU的Cache 对不对 比起来901毛 对不对 随便刚才那个列出来的东西都很多 对不对 你可能都忘记刚才数字 但是大概都想出来 可能都大于 就你看 Level1的Cache 它可能就32k 对不对 而且是Data 就32k 然后那个 硬刷寻也是32k 加起来64k 对不对 有可能就这种主派 然后手机可能差一点 但是也可能是什么 16k加16k 然后这很够用啊 这个比你刚才讲 那个 比你刚才看到那个 四个byte 对不对 四个byte比起来 这九牛一毛 可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它一天到晚改 就像刚才提到了 我们随着CPU的核数量增加 然后就更加更新 那所以呢 所以你今天看到那种 Revered Counting的时候 要很小心 这个东西都有可能会创造什么 会创造Cache 9 Bouncing 好 接着在这边论文呢 就开始来探讨 探讨问题 解决问题 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工程人员 就是应该抱起这种 类似的角度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呢 投影片的这个 21到47 这个投影片很好看 所以一定要看一下 21到47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段程式码 那这段程式码在做什么事情呢 这段程式码做的事情超级物理 这段程式码做的 叫做什么 Mount Table 怕有人不知道什么叫Mount Table 给大家看一下Mount Table Mount Table Mount Table呢 其实就很无聊啦 就是你打Mount 就冒出这个东西 Mount Table 好 那顺便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檔案系统 那 那檔案系统的 比较完整的东西会在 我们在哪里谈讨呢 那我们再 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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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个 讲座呢 叫做 檔案系统概念 及 实作手法 那我们这边会探讨 那我这边讲的是这个 一般的 认知啊 好 我讲一个比方说 我 抱歉这个 太 Mount Point 太多了 好 不关系我随便讲个 那 找一个比较 简单好讲的东西 好 比方说这个 这个东西呢 注意到 这左边呢 是 檔案系统的形态 注意到我们这边 檔案系统很多都是 不是真的檔案 就是说它是 我称为叫 Suedo Fire System Suedo 不要搞错了 有两个字 一个叫Suedo 一个叫Virtual 那至于这两个的差别 请你回去复习 那个 刚刚提到那个 刚刚提到那个 檔案系统概念 及实作手法 好 所以注意到这个是什么 这是 这是一种 Suedo Fire System 然后呢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Mount Point 就是挂载的点 好 然后呢 右边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比方说它的模式是 Readable Writeable 然后它的 刚才说它的那些 Times Stamping的更新方式 好 然后呢 当然也可以看到别的啦 比方说 想要还是找 不好意思 印别 现在东西都很讨厌的 印出一大堆 可以喔 我想举例在哪里 OSD 好 抱歉 这台电脑 这台电脑是透过虚拟机去跑的 所以有些结果可以啊 好 然后这边有个PROC 那PROC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对应的档形态叫做 PROC 就是PROC FIRE SYSTEM 或者PROC FIRE SYSTEM 那它的Mount Point叫做PROC 好 然后这边就比较复杂 Readable Writeable 然后那个 呃 它就不同那个标示方法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讲的那一个议题呢 就是我们刚才印出来说 呃 等一下啊 这个东西呢 叫LUGA Mount 好 那所以这个东西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我们刚才不是讲到说 一个 檔案系统的形态 它有可能是 SUDO FIRE SYSTEM 那也有可能是 像那种 EST2 EST4 啦 11张在跑在 跑在某一个 实体上的 装置上的 檔案系统 反正都会有可能 那 这边呢 有一个Function 叫LUGA Mount 这个MNT就是Mount 这个你知道 Unionist的风格就是 一堆缩写 那这个东西是这样 就是说 当我们带入一个 路径 它 就是你就想按 一个字串 带入一个 先想这些韩国的 带入一个字串 那带入一个字串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去查询 查询 它的Mount在哪里 而且它对应到哪一个File System 那这些是为什么重要呢 为什么查询重要 这个 这个你要去想 你看 我们今天一个 这个 这边输入的东西是一个路径 那你可以想象出它就是一个 一个字串 那字串可能是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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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 那底下的某某人 那但是呢 这个东西来讲话呢 这个路径实际上 它是怎么实作出来的 比方说它可能是透过 NFS Network File System去挂载 那大家知道 NFS是网络的档案系统 那通过网络的档案系统 那可能有些问题 比方说 我分享的时候呢 它是可能是不能写的 就是它只能读取 但是不能写 或者说呢 我可以写 但是我写的时候呢 头部的机制会不一样 也就是说我今天写的时候呢 在 比方说有10个人分享这个NFS 当我写进去的时候 这个处理 它不见得会当下立刻发生 它可能有本地端的cache 或者说本地端 跟远端会有什么 会有一些 通用协定上的一些议题 它不会立刻变更 所以它有可能会有这个时间差 然后呢 再来是说呢 这个档案系统上呢 它很多操作不是只有open 跟read 有可能通过nmap 就是nmap 我通过nmap做某些操作 但是呢 这个nmap呢 也会有一些操作的 比方说 你nmap的时候 能不能做writable mapping 那有些档案系统是不准你去用writable mapping的 比方说这个手机 手机的档案系统有趣啊 手机的档案系统呢 你可以挂载 但是呢 在有些手机的档案系统呢 是不准你去做这个 writable的mapping 就是说如果你的file mapping呢 是做read only ok的 但是你要做writable的file mapping 对不起 不准你做 所以你看 就是同样的一个路径 对吧 我选择的时候就是入侵个字串 但是我要搞懂它的形态 所以你看 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就去hash table上面去查询 查询它的什么 查询的mount point 然后知道那些mount的资讯 但目前为止没什么大问题啊 然后你说那为什么上面要有个lock 跟unlock 对不对 不难想象嘛 就是说 当我在查询的时候 我应该怎样 不应该有更新吧 就是 避免大家讲的 我一边查询 然后一边新的资料加起来 我到底要新的谁 好 所以你看 你说这个东西操作很简单 那它就是个read amount table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表格 去查表 好 那可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东西呢 既然是open 知道sysopen是什么东西 sysopen是open这个档案系统 对应的实作 就是在linux来讲的话 会有个 档案系统对应的实作 会通常一般来说都是sys开头的 就是表示说 因为open是 是那个podsys的API 那所以在user来讲的话 它会有一个open 那user呢 透过这个system code 那在我们之前讲 那个linux核心设计讲座里面 有一个就是专门讲的 讲这个档案系统 对不对 有印象办法 讲这个 档案系统 不是档案系统 不是档案系统 系统呼叫 那这个系统呼叫的时候 我们就讲到什么呢 就讲到说它对应的这个实作 好 那所以你看 这边来讲话 这一个部分 这个研究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是瓶颈 那接着我们来思考一下 这个瓶颈怎么来的 真的瓶颈怎么来的 好 那你看到 很多时候 人们都觉得说 这个quitical section 越长 对效能冲击越大 但是这边来讲话 你看 以这个例子来讲话 不是 因为它的quitical section 这么短 那怎么会是scapability bottleneck 对不对 不觉得很奇怪吗 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要拿出什么 寒导的塞子出来 所以 你晚上想洗澡 你把塞子塞进去 然后你就发现这个自私的行为 有可能会导致bottleneck 对不对 这个就可以来思考一下 为什么它会导致呢 这个就是开始来讲复杂的东西 好 请你跟我一起记一下颜色 先记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色 这个东西叫 呃 姑且叫做 橘色好了 就是说 橘色的地方呢 是lock 然后呢 蓝色的地方是unlock 橘色lock 蓝色unlock 然后呢 这个是紫色 那紫色呢 是什么 紫色是spinlock的资料结构 好 那注意到一件事就是 它里面有counter 好注意到 所以这个ticket呢 ticket本质上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counter 就是 就是i++ i++ 那种counter 然后所以注意到呢 这 这个两个ticket呢 是会共享的 好 所以记下 再记下 这个 橘色的地方是什么 橘色就是 那个 橘色就是lock 然后蓝色是unlock 好 然后紫色是共享资料 所以你看 我这边来讲话呢 底下有不同的cp core 好 注意到一件事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有XX 对不对 这都是有梗的 好 比方说呢 你可以去Google搜索一下 骑西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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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呢 简单来讲说 CPU的架构呢 其实 很多时候呢 是很麻烦的 所以我们下次呢 会有个专门讲 那个多核 多核架构 就是专门在讲 那个多核架构的那种 但是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说呢 事实上的这个 这个机体呢 它其实不是 不是一整块的 就是你有时候看示意图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是一整块 但其实 机体有时候会长这样 就是说你看 这边来讲的话呢 这边会有个memory controller 会有local memory 所以这边的local memory在这里 那这边local memory在这里 然后彼此串联起来 那如果你看的 看的比较细一点的话呢 它就可能会长这种架构 就是说 我这边有机体 这边有机体 这边有机体 所以这三个机体 是实体上是独立的 但是我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这个 透过interconnect 去把它串接起来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今天讲多核的时候呢 其实CPU topology 就是CPU的这个tool CPU跟CPU之间怎么连接 就变很关键 所以注意到这个打XX呢 跟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种topology 不过 我们还不打算讲 让它继续再看 好 那先来看一下说呢 所以你看到我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就是某一个核 它想要什么 它想要执行spindock 然后在另外一个核呢 会有什么 会有对应的这个 存取到这个spindock的这个结构 好 那所以你看到一开始呢 我这一段词字码在做什么 去 对这个什么 对这个ticket 做一个什么 做increment increment 所以 这个我们去做什么 去把这个原本的counter去递增 递增就加1 好 然后呢 你看到我把nest的tick 去尝试去递增 好 那递增的结果呢 会传到哪里t 那所以呢 我去比对 就是 将来就是nest 往前推进之后呢 会 会跟下来的东西是不是相等 不相等 我去去spind 就是去旋转 好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很好玩 所以 画成试意图的话 你看 在机下啊 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个是 紫色的地方是 你的资料 然后这个 这个颜色的地方是 一开始 一开始要操作的好 好 然后所以我 我这个开始去 递增 递增完之后呢 就要去比对 比对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 如果 如果不相等的话 就一直spin 好 然后 所以你会发现 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就是 他注意到的方向 好 这个方向呢 来讲的话 你发现另外一个东西有趣的 紫色的原本在这一段 好 那这边呢 其实 刚才那个操作 不要小看这几行 这其实这个操作呢 是很麻烦的 这个资料其实会这样 这边会有 那这边为什么会有呢 因为什么 因为caching 好 就是所以你要知道cache的存在 好 我一开始不存取 一开始不存取 说我到这边当然没有cache 好 所以cache只会在这一颗cpu上存在 对吧 好 那接着我去存取 对不对 你为什么存取 因为你碰触到里面的什么 next ticket 所以你碰触到之后呢 你这个core上面对应的cpu的 对应的cache 就什么 就更新了 好 好 到目前为止 其实也没错 好 然后呢 这边来讲的话呢 这边来讲 注意到这边 从这边到这边来讲的话 我这边存取 就是假设我这边spin 已经过了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你会发现说 要耗费多少cycle呢 这很惊人 需要120到420个cycle 好 好 这边帮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东西呢 就一定恐怖了 所以呢 你要先了解这个spinlock 跟spin undlock的实作 好 所以注意到 所以我就在哪 next ticket 去递增 好 然后去比对 那上面这个操作呢 如果在amv7来讲的话 会对应到这个ldrex 跟sdrex 好 那这个res 这个es是什么呢 这是我称为叫做 exclusive monitor exclusive exclusive monitor exclusive monitor 我们来看一个示意图 所以这个示意图是这样 就是说 你看 就是说我左边呢 有个code is a8 右边有个code is a4 就是a8 跟a4 右边不是a4 是r4 所以你看我左边呢 跟右边有两个不同的cpu 而且这两个cpu 是不同值的 对 你虽然不用知道细节 但是你知道 这绝对不是smp 对不对 因为这两个东西不对称 好 然后我们讲的exclusive monitor 是什么呢 就是说 当我有一个和 成功执行ldrex 就是说 ldrex的话就是说 ld 表示什么 载入 所以从记忆体载入到什么 炸暗存器 所以这种东西叫ld 那ldrex呢 那个r 那个 ldrex是载入意思 然后ex就表示exclusive 就是说 如果我可以乘入载入的话 另外一个和就不能去载入 就是我是什么 独占的 同理如果是做sdrex sdrex 就是什么 就是stock stock exclusive 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当我要去store store store就是从我这边的什么 从我的载入器写到主机体 叫store 那当我这个可以成功做sdrex的时候 表示什么呢 表示说我可以独占的去写入 那另外一端就不能写 就是不能写到同个位置上 当然你可以写在别的位置上 这是可以的 好 所以注意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automic instruction 它基本上就是这种极致 所以你看我这边要去递增 递增在做什么事情呢 递增先把这个机体内容读出来 那读出来之后要干嘛呢 要去递增 要加1 那加1之后要干嘛 要写回去 所以注意到它其实涉及到三个议题 一个是绿的 再来是modify 因为加1 然后再写回去 叫write 绿的 modify write 说写叫什么 叫rmw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 spinlock呢 你以为难的地方是这个 对不对 以前考试很喜欢考这个 就是这个什么叫spinlock 对不对 B字未停 有一期考过研究所的朋友都 瞬间就可以默写 这太厉害了 今天我们之前研究出考题 有很多同学看到关键字 我开始啤哩啤哩啤哩 看到daylock 对 daylock发生了四大冲药条件 莫醒了半天 结果发现 题目是说 daylock 对系统冲击比较大呢 还是系统呼叫 对就是这种 没什么 就是 大灾问的东西 不是很有条理的东西 对 那后来考生就会生气 说这个没有标准答案东西 怎么可以出啊 就把他骂死了 所以我们研究的时候 后来对他出有标准答案 就要从考古题出悲剧 好 待会 所以就是说 注意到就是这个spinark 本质上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 rmw 以及什么 以及 回圈 真的难的地方在哪 就是这个 automic instruction automic instruction 它其实它的操作呢 千万不要小看它 这个操作的时间的复杂度 是很高的 而且麻烦的地方是 这个automic instruction 它没有保证多少 cpu cycle会做完 所以注意到 如果你回顾刚才那张图 其实它的范围 120到420个cycle 它是一个范围 而且这是这篇论文的作者测量的 有可能会拉得更大 就是不同的极度架构会不同 好 那这个东西 不要小看这个东西 好 然后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你这个ticking 还轮不到你的时候 你看一开始是这样 就是说我有三个ticking 就是0 1 1 2 那目前在执行3 那一旦这个Core3 执行完 クリフォーセッシュ的话 就是这样 拿到拿到拿到 那接着干嘛 正目前执行4 好 那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 这个东西叫做 ticking spin up 这个是很经典的演说法 如果说 对这个细节没有掌握度 也没关系 你可以看一些 相关的教科书 因为这是很常见的演说法 可是大家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 这个东西的 冲击 其实很大 在于什么 在于说 我们就是一直要 一直要在 读取 共享的资料 还有什么 cash上 要有不同的 就是一直在做 这样的一个更新变化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 乍看哪 你知道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 otomic operation的成本 然后更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更麻烦的地方 不在于说 只是这一行 好 注意到 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成本 就是我要等到什么 等到 目前的ticket 跟什么 跟这个地震过的 这个 就是 next ticket 就是 就是 这句话中文就是 前面不是一直在跳号 对不对 就像看病 好 不要讲看病了 你去医院去 那个 或是去 银行 对不对 你抽了号码牌之后 你要去看 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才轮到你 对不对 如果说你永远就是只能在 用排队的 一个队伍排队 那你就会麻烦他 因为很多事都这么做 那凡怪说呢 如果是叫号的 你抽到也知道干嘛 只要每次在叫号的时候 你抬头看一下 就是听一下 就轮到你 如果没有轮到你 继续做别的 做你自己的做事 但是如果说传统的 一个队伍排队的话 就不好 对不对 你在排队就没办法做什么事 对不对 你这个 你不能专心的做吧 因为你还要往前移动 对不对 你很多行为就被限制了 你也不能去上厕所 你上个厕所 那个队伍就不是你的 对不对 所以注意到了 我们刚刚讲的事情 就是 这个Spinac的实作 那接着我们来看 一个有趣的地方 来看一下东西 这样我们讲这个Spinac的成本 好 那接着呢 下一个一题在哪里 这个core 还记得吧 这个core 它在干嘛 它在spin 所以在spin的时候 然后呢 它这个cash呢 就是 就是 直接更新嘛 对不对 因为这个值得跳嘛 要跳到什么 下一位 下一位 就是你 直到这件事的话 才能干嘛 才能够 离开spin的状态 否则又就是一直spin 好 然后接着呢 接着下一个议题就是什么 就是 这个 我们spin 就是这个什么 这是spinlock 对 然后呢 下一个议题是什么 就是我要去unlock 那unlock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相当于说 目前的ticket 就是 往下加 就相当于是 对应到什么 就是让给后面的人 好 那所以呢 这个动作呢 看起来好像很单纯嘛 而且呢 这东西有趣啊 这东西呢 不需要automic去保护 注意到 automic要保护的地方在哪里 在这个 好 那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注意看 不同的实作会有一些落差 认真看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程式嘛 有些学问在这里 这边呢 是需要automic刷选的 但是这边呢 是不需要的 为什么 因为他碰不到Nest 因为Nest 是公开在跳的 对吧 就像是你去排队排了很久 或者等了很久 终于叫号了 对吧 叫到这个 叫到你 16号请到3号櫃台 然后你发现一个悲剧啊 就是你好不能排队排了很久 到了这个银行櫃台 发现什么 没带存折 对吧 或者是没带印章 或者没带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人 所以这怎么办 只能放弃 对吧 所以就像在这 所以这为什么不用这个 automic 对吧 因为你自己放弃的 那痊愈的东西在这里 对不对 跳下一个 那当然这时候你放弃的过程中 有这个痊愈的这个Nest 对吧 有可能就往前走了 好 那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很单纯 对吧 好 我们来讲下一个议题 下一个议题是什么呢 下一个议题就是说 当我呢 现在有很多这个CPU Core 都在做什么 在做Speed 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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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等待 所以大家注意到 好几个CPU Core都在等待 这个在等待 1 2 3 4 5 对 左边就有5个 5 6 7 8 9 所以你看到至少9个Core 在干嘛 在等待 Busy Waiting 好 然后 Busy Waiting的时候 各自都有什么 各自的Cache又跟着更新 所以这个 各自Cache都更新 乍看没什么问题 对吧 就是 凡他就是那个Cache Line 就跟着更新 这本来就是CPU的行为 可是呢 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注意看这个东西 所以 当某一个Core 它什么 Spin Unlock 这件事帅 当某一个Core Spin Unlock 的时候帅呆了 因为这个就是 他把这个Core Ticket 加加 对不对 所以加加之后呢 神奇的事要发生了 就是干嘛 注意看这个东西 我Core Ticket 加加之后呢 其实表示什么 表示其他的 其他的这个CPU Core 不用再 在等待 注意看这个 我当然全部的Core都在 都在干嘛 就是在转啊 转啊 就是看 如果下一个Ticket 不是你 我就等待 然后结果呢 有一个CPU Core 告诉大家 可以离开啦 可以散会啦 下去连500块 好 整件事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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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息呢 因为 我改变的东西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全域的变数 所以呢 我这件事的变更呢 我需要什么 我需要透过Cache Compuence 通知所有 存取到共享资源 注意到不是所有的CPU Core 而是所有存取到共享资源的Core 好 这两个意义都不同啊 我讲所有的Core 所有的Core 可能有96核 但是 所有 存取到共享资源的 可能只有其中的16核 好 所以不要搞错 好 那所以你看哦 我这边来讲话呢 这个Cache Line更新的成本 是哪里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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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边耗费的那个时间成本呢 是很难估算的 好 那同理 一旦我更新之后呢 下一次 下一次的问题是什么 看到我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是Spin Undock 对不对 所以这个值 这个全域的变数呢 全域的Counter 我要干嘛 我要更新到这边的Cache Line 好 那下一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也可能反过来的 也可能反过来什么呢 就是说我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 你看我原本在Lock的东西都是可能 我要从这边去取得值 然后这边得到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 耗费的成本是很惊人的 这边耗费的成本呢 可以充到什么 500到400 所以你看哦 我们刚才讲的 讲的这个 前一个数值在哪里 前一个数值是这个 120到400 这是讲什么 讲这个Otomic 然后就是去递增 但是要做到 Cache Coviens 就是让 让这个 让所有这个Cache 都发这个Invalid 那所以这个Cache Invalid 然后到整个一字呢 那你会发现说这个东西很惊人 需要500到4000个Cycle 4000个Cycle 其实是很惊人的 在很多密码学的那个运算来讲的话 它肯肯都用不到4000个 比方说我们要做一些 可以Check上这种的 基本上在4000个Cycle内就可以做完了 就小于4000个Cycle 所以应该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你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程式码 对不对 你看一边呢是 Otomic instruction 然后跟回圈 那另外一边是这个 加加 所以我们不能只看程式码的行数 也不能只看 Quickle section 就是Quickle section的范围 就决定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效能平均 往往呢你要去考虑到 这边的成本是很大的 好 然后 这边就是 所以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呢 接下来就开始去分析 分析什么呢 看一下这个东西 好 注意看这个 这边是它的成本 那接着我去干嘛 我去逐一 逐一 好 然后所以呢就要去算吧 好 算说这个 更新的这个东西呢 是会有一来一回的 好 所以注意到 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呢 希望各位有个认知 好 其实这个东西呢 CPU呢处理到这个 到这个Cache9 它就是本质上就是网络行为 会有传送 会有这个回应 好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好 快速复旗架 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是什么呢 因为 原本可以砍客人执行的这个程式嘛 因为这些Lock 导致这个情绪执行 所以注意到 这就是棋子 跟塞子 对不对 棋子 可以做好多事 棋子呢 背后可以好多老板 对不对 有些的棋子呢 背后的老板是红色的 有些人的棋子背后是 就是有些人的棋子背后是五星棋 那有些棋子背后是五十星棋 对不对 就是看星星的数量 就是一个是五颗星 一个是五十颗星 那这就是棋子嘛 所以他本来可以做各自想做的事情 那也可以跑到这个上海啊 跑到北京啊 去去去拜访一些重要的人 但是呢 因为有Lock 导致什么 原本他有人事有些规划 有些行为 他就只能困扯自己 好 那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 如何 去提高这个 这个 那想到 这个就是棋子跟塞子 这个困难 对不对 就是这个 韩国瑜先生呢 就一直讲这个东西 就叫你两个人选个 但实际上 好像考虑什么本子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你的敌人在哪里 对不对 敌人在左岸 所以你才会左岸咖啡 面对这个敌人 你要喝点咖啡提神 只要继续抗争下去 但是你要想 敌人的行为到底是 敌人也不可能说一天到晚 就跨越这个台湾海峡 来进发 你不需要 而且敌人更多的时候 都是用这个 经济战啊 或者一些这个 很多形式 反而是最后出动那些 地对空啊 空对地的那些 飛弹导弹 核子武器 反而是很后面 那 前面讲的一些 什么经济的行为 或者这种资讯战 可能还是最大的影响 所以我完全想 这个东西的冲击 我们一直在骑这个塞子 在那边 绕绕去的时候 往往就会忘记 物质的本质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了 就是因为Mount Table 很少会被修改 因为其实 Mount Table 什么时候会被修改 简单说有几个 就是比方说 你自己去Mount 新增的Mount 或者Unmount 把某些节点 就是下来的 这些相关的命令 再来就是像这个NFS 因为它是通过网路去挂载的 所以有可能另外一端 比方说你的电脑 去挂载了某一台伺服器 可是某一台伺服器 它可能离线啊 或者你的网路断线 所以这样的发生Timeout 才会主动去更新 Mount Table 在这之前 Mount Table 都很少被更新 所以注意看 看这个修改 再复习一下 原本的这个程式码是这样 就是透过Speed Lock 去保护了什么 保护了这个 Hashtable的 Hashtable的查询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你看这边 这边东西呢 先做一个Get 好 然后呢 又再做一个Put 所以你发现什么事 你发现抽到尾 讀位 就改那一行 对不对 那 就是不对不对 讲出来 不是那一行 其实 其实 其实改 这两个算 这两个算同一行 所以 其实你改了一行 跟一行 所以总共改两行 所以你只改两行 就可以去改善它的Scapability 好 我们看一下只改两行的效果 改两行的效果 是很显著的 就是我们看一下 原本那个 依据 USL 还记得USL USL就是那个 Universal Scapability Model 或是Universal Scapability Law 好 然后看一下这个东西 看一下那个示意图 所以你看 我们 因为Enders Law 应该要朝这个曲线走 对不对 就朝这个曲线走 但是Enders Law 有可能会这样 有可能会遇到一些状况 因为一些资源竞争 或是需要等待 那这个就是很好的案例 你看 当我的Core数量提升到 36个Core以上的时候 整个就不同了 灰色的地方是原本 StockDiness 就是原本Diness 就崩坏 从40个Core之后就崩坏 而且崩坏都很严重 完全加速的效果都没有 但是经过新增那两行程式 帅吧 新增那两行程式之后 这个拉上去了 对不对 就符了Enders Law 所以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两个东西要搞什么鬼 先来复习一下 在我们修改程式码之前 是什么逻辑呢 就单纯去Get 我们没有去写入 所以这个 因为这个Hash Table 背后有什么 有Reference Counter 有Reference Counter 就是有刚才提到什么 会有Spin Lock Spin Unlock 还有刚才 它对应的什么 Catch Conquience的成本 好 那现在帅气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一开始先去 先去查自己的 注意到这个东西 第三行有个东西叫 Per Core Per Core 就是我有一段 记忆体空间 这个东西是 是这个CPU 专属的 就是 CPU跟CPU之间 不会打架的 Per CPU Data 所以注意到 我先去Per CPU Data去找 找得到的话 我就这样 就返回 所以你看到 一旦只要能够找得到 就意味着什么 我不需要接触到Spin Lock 因为不会接触到Spin Lock 就不会有Global Data存取 不会有共享资料存取 就不会有什么 就不会有 Data Racing Contention 或者是那些 来自这些什么 来自这些Cash Line Bouncing 我就不会遇到这一件事情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叫做Fast Path 顾问是就是快速入境 所以如果去Google搜寻 你打Linux Kernel 再打Fast Path 你会发现有一大堆Fast Path 对你可以看到这个 反正会有一大堆 什么Linux Forwarding Stacks Fast Path 叫什么名字不重要 反正就是你看 网路Fast Path 然后这个 啥鸟 这个什么Snow Path 跟Fast Path 反正你会找到一大堆 所以就是 直接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Fast Path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执行一段 就是执行一段 程式码 而且这个程式码 是很频繁的 那它就可以这样 在多数的时候 是可以很快完成的 就像刚才那个例子 刚才那个例子来讲什么 就是只要Mountable没有改 Mountable没有更新 我查我本地端的 就是这个CPU 独有的记忆体区段 就找得到的话 这叫什么 叫Fast Path 那 相对来讲 一个东西叫Snow Path Snow Path 你注意到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东西很玩 Snow Path 往往就是涉及到什么 Spin Lock 对不对 因为我们安全的做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Fast Path就是冒险进取 对不对 就是一个可以很快完成某件事 它会有风险 或者它会有失败 那我失败的时候 退回去到走到Store Path Store Path就是完整的方案 这个方案就是有去更新必要资讯 可以拿走该走的路径 所以注意到Linux Kernel 大量有这个什么 大量有这种Fast Path 跟Store Path 好 所以注意到 所以千万不要回答 那个Fast Path 就是在快的 不是 但是这个东西是有定义的 好 那所以呢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说 我们在Kernel里面 如果有看到Fast Path 往往就是什么 就是 它可以在 没有Log Contention 或是它可以避开这些Log Contention 避开这些Racing 因为它不需要额外的Log保护机制 但是可以确保 结果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就会有这种Fast Path 所以注意到 所以这个第三段 第三行跟第四行 其实它本上就是一个Fast Path 好 那如果不信的地方是 Fast Path不行走的时候 我们知道退回去走Store Path 所以注意到 第五行到第七行 这是Store Path 就跟原本的逻辑是一样的 好 那是第一半行额外做什么 好 很不信的 我就是需要走Store Path 好 没关系 我在额外花力气 去干嘛 把本地端的东西更新 更新本地端的Mount Table 好 然后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你看到 我们要去解决这个Size 跟旗子 是Size 还是旗子 好 这样困到时候 我们要去思考到本子 因为我可以用政治问题来解决 你看这个 好 这个方法是很多的 所以在复习一下 所以注意到 step in 这个问题 其实很麻烦 就是我们去思考 一般的演算法 一般的演算法 就是像 我们去思考做 QuickSort 或者是说 思考一些特定的资料结构 ABL Tree 红黑树 Juice 这就是一般的 我们可以看 时间复杂度 空间复杂度 对我们的一些 评量依据 但是 在Size 也有时候很麻烦 麻烦的是什么呢 你看 如果说你电脑是 你还记得我们 这台电脑的主台是什么 这台电脑的实验环境 评计一下 这台电脑的实验环境 它是48核 对 48核的 那之前在2.6.35 可是你会发现 有一件事怪怪的 哪里怪 这个 所以你看到 很多时候我们做实验 做实验 做到40核 都还OK 虽然这时候 已经 已经 已经有 崩塌的问题 但是在后面 崩塌有严重 因为后面的 后面的一些 Cash 就是Cash Confluence 还有它相关的 带来冲击是很大的 那你看到 我们刚刚 透过那两行的修改 让我们可以去 避免这个问题 好 那Snowpee Counter就是把这样的想法 把它进一步 把它推广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 Ninense Kernel也好 或者讲一些 规模大一点的软体 就是说 一些 Application Framework 或是System Framework 其实关键就是在说 你解决问题之后 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问题 延伸 或是把它推广到其他议题上 好 那所以接着就有个东西 Snapic Counter Snapic Counter 来看一下 也是对照看这个 例子 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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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实验要跟你讲另外的例子 就是说它是一个 Rufus Counting 前面是Counter 然后这个Rufus Counting Rufus Counting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快速看一下它的那个意义 就是说 我们 往往会涉及到一个很常见 就是说 每一个 执行单位 每一个执行单元 比方说像执行序 或是一个行程 一个process 那往往都有一些共享资源 比方说呢 共享资源是什么呢 像这个 假设这个 temp-foo 就是temp-moo 底下的foo 它是一个档案 那这个foo呢 这个档案呢 它如果被 两个以上的process去存取 的话 那 如果只是读取 没什么问题 但是 总会遇到一个问题嘛 就可能遇到rmw-ray 就是read multiply write 那你看到 如果呢 左边这个core 也去读取 右边这个core 也去读取 那右边这个core 做rmw 或者说呢 左边这个core 做一个比rmw更猛的事情 这种 就直接把档案砍掉 你看到 我两个core 上面都有程式 去读取 这个 复这个档案 对 那可是呢 右边还在读取 右边还在开档前提下 左边把它 删去了 那这时候又遇到什么问题 那请问右边该怎么 该怎么处理 所以这时候 reference count 注意到这个可以缩写 叫if count 你也可以把它缩写成 if cnt 就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表示reference counting 所以 这个解法是这样 就是说呢 我们在存取资源的时候呢 就给它一个数字 就是它那个数字会跳的 依据它的存取次数 1开始0 那我存取的就加1 然后呢 再来呢 我又再存取 就再加1 另外一边不是又存取的 又加1 这边又存取了 就加4 那所以呢 我如果遇到一个状况 像这个东西删除 所以我就干嘛 我去剪 就是开始去删减 好 那剪到 domeo的时候呢 我再释放 所以我可以 这样reference count 有什么好处呢 像我左边呢 它已经把这个档案要拧目掉 但是因为右边还打开 对不对 像这个case 右边还开着 还启动的情况下 所以我让它 这个资源还是存在 所以讲的是 左边期待把这个资源 删除掉 但是因为右边还在用 所以除非呢 右边主动把这个值 降到1的时候呢 然后这个东西才是这样 而且两边都没有用到 就 per core per cpu data 都没有在 都没有在参照到这个资源的时候呢 我再把它 再把值降到0 一旦值降到0的时候呢 资源才会真正的释放 好 那这个东西 没什么大问题 好 这个东西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呢 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说呢 这个东西呢 去发展一个什么 发展一个基础建设 就是说 这样的东西呢 我如何有系统去存取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在这之前 没有设计好这样的机制 会有什么问题 好 那刚刚就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它一个reput content 好 这边来讲reput content 那这边东西对应到一个东西叫deentry 好 deentry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 可以快速复习一下 这个档案系统 例外表的机 概念 实作 颈案系统概念 及实动说法 好 deentry 好 这个deentry呢 可以对照看什么呢 对照看这个VFS Virtual Fire System 好 所以这个 deentry在做什么事情呢 deentry呢 就是说我们的导演系统里面会有这个sufr block iNode,iNode就是i表示Information 所以它是InformationNode的意思 它本質上是一個MetaData MetaData意味著描述資料的資料 什麼叫描述資料的資料? 就是說像你的檔案 檔案裡面一定是防資料 所以你的檔案可能是圖片 可能是日記,可能程式 可是光有這個檔案內容不夠 我需要描述檔案的檔案 當然,描述資料的資料 描述這個檔名 檔案的修改時間 檔案是誰有,這就是iNode 這是要去表述的 然後DeEntry再更進一步 這更進一步表示什麼呢 表示一些 你知道如果有這個 第一個路徑是否存在於主記憶體 如果它不存在主記憶體 是不是存在在磁點空間裡面 那就會涉及到一些追蹤 這個其實還蠻複雜的 請你對照看一下這個 之前講那個檔案系統概念 跟持續說法 這個我們也 相關的材料也把它更新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呢 這個DeEntry裡面 DeEntry裡面有 reference content 但你大家懂嗎 因為會涉及到什麼 涉及到檔案編格 一邊刪除 一邊要做unlink 可能說一邊還是這樣 一邊還是可以把目前資料都處理完 只有才真的去做unlink 所以你看這邊來講的話 比如說比方說這邊有個dput dput就是去幹嘛 去更新你的這個 DeEntry 好 那所以這邊先去看吧 先去 減掉你的什麼 減掉你的reference count 還去測試 所以就要 這個筆記 這邊在講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 我這邊去做 減掉這裡面的數值 它是我旁邊的操作 然後判斷它是否等於0 所以再講一次 所以這一段意思是什麼呢 我試著把reference count的值減1 減完值呢 判斷它是不是等於0 那 如果 這邊又加個nut 所以就是確保了什麼 確保說 確保說 當我會執行到這個deEntry 3的時候呢 這個count一定就是0了 如果減完之後 這個count reference count 不等於0的話呢 會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一定還有人在用 所以還有人在用的話呢 我就 我就幹嘛 我就不去 墊更我的這個deEntry 所以這個邏輯看起來很單純對不對 好 那注意到一件事啦 這個動作 它的成本很驚人 又是120到4000個cycle對不對 這個東西 很驚人 好 所以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每一個core要做這件事的時候呢 很大的成本 那你看解法呢 就是什麼 繼續觀察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很重要 旗子還是size 其實 如果說你沒有觀察 因為探究事情有可能會牽著走對不對 你永遠就只能看著月亮對不對 跟著月亮走 但是一旦你有這個思考 你有辦法主要判斷的時候 可以去想 我該怎麼去 全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透明片的74到84期頁 74 好 來看一下解法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解法是什麼呢 就是說 它相當於把剛才那個操作呢 這其實我們這看過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我們就設計一個stop counter 所以它其實關鍵在什麼呢 我們想辦法不要直接去去用那個count 所以你注意看喔 我剛解釋這張圖的時候 你看這個能補好 就我們看我們這個cache的時候不是都在這裡對不對 擺在這邊對不對 然後共享資料呢 就是這種 擺在這裡 可是那好玩的在哪裡 好玩的就是說呢 我今天呢會有一個什麼 會有一個擺在這邊的 然後另外一邊 存取的時候擺在這邊 好 所以我這個叫spell spell time spell time spell就是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賢侠時間嘛 課餘時間 我們就叫spell time 對不對 然後這個reference也是一樣 這個spellreference很好玩 這個spellreference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它是自己用的 它不跟別人分享 那我們在這個spell的counter呢 我們還是搭配一個共享 所以注意到 底下還是有共享的 所以這邊底下呢 注意到這邊就好 這一塊是共享的 然後呢 這個per call 或是per cq data 它去放這個spell spellreference 所以這個 這樣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我的share 這個不用一天到晚更新 對不對 我們剛剛的問題就是在 因為我只要一天到晚更新的時候 我花費在reference count的成本 以及它後來帶來這個cache and bounce的成本 是很驚人的 但是呢 你看我們這邊在變動來變動去對不對 我不需要的 我不需要一天到晚就更新它 所以看到這邊 這邊 這邊 這邊存取的時候呢 就是1的時候放進來 然後呢 這邊 這個值更新到 per core data 然後這邊呢 也跟著更新 然後 因為我知道有兩個東西嘛 所以這一左一右呢 更新到2 那通理 這邊也有 但是注意到這個區域呢 我把它存到這邊存進來 從共享的東西存過來之後呢 這邊有另外一個 那後續更新的時候呢 從頭到尾只要幹嘛 只要在上面更新就好 我不用去動到這邊 所以我最後 跟動到1的程度之後 比方說像我剛剛講的 做這個更新的時候呢 我再怎麼樣 直接把值 所以你看我今天從4 跳到1的時候呢 是怎麼來的 是這邊減掉 這邊減掉1 這邊減掉2 我直接做完這個計算 我不是從4 3 2 1這樣跳 因為我從4 3 2 1這樣跳動的時候呢 會遇到什麼很大問題 因為在4 3 2 1的這個過程中 他涉及到的是什麼 是大量的 120到4000的cycle 的存取 那我剛剛講過 這個東西的耗費成本是這樣 是變動低 所以 所以你發現 你大概也有種感覺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解決方案 就是解決方案呢 其實不難懂 但是這個很有趣喔 你看 剛剛那個東西創造的 好 這一樣 灰色的地方是原本的特種 一樣會崩壞 崩壞的嚴重 好 然後這個東西很好玩的 就是說 如果你做這個 剛才那個 原本第一個手法 就是說不用那個 Slowby Counter的話 你會得到這樣子 那Slowby Counter 你會發現什麼 更接接 Anders Anders slower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東西的重要性 在哪裡 就是我們降低 資料的共享 而且呢 讓Counter跟Counter之間 怎樣 盡可能是獨立 所以為什麼這個東西 會帶來更好的一個 效率 為什麼效率可以更好的提升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Count 需要變更 需要有這些衝擊 要 Automic instruction 的數量 其實是大幅縮減 因為Automic instruction 數量的縮減 所以導致呢 我們這個效能 有機會提升 當然在 在核心數少的時候 看不出來 但是在 核心數多的時候 就很大的差異 所以你看到 這個為什麼我們講這個 Scapierre這麼關鍵 為什麼 Linux Kernel一直在改版 很多時候就在改這件事 去強化它的什麼 強化它這個Scapierre 如果更好Scapierre 要想辦法跳脫 旗子跟塞子的 基數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 另外一份這個投影片 那這個投影片呢 是這個 來自 CSIRO 那這是澳大利亞的一個 CSIRO 澳洲 你可以想像說 類似公演的單位吧 它叫做 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 那CSIRO呢 它的這個 Compute Science很強 那它裡面有一個東西叫 SELFO 那SELFO 你可以查一下 它是號稱 號稱那個 軍火等級 就是說 包含說美國那個 波音 注意到波音不是只做 客機而已 波音也做 軍事武器 那Airbus也是一樣 Airbus不是只是做 空空巴士而已 它也做 軍事武器 就像 航空公司基本上 都會有做軍事武器 其實量多樣少而已 好 那SELFO 這麼強大的一個作業系統 它用在這個什麼 用在美國的軍隊裡面 那這個研究來自哪裡 就來自 澳大利亞的 CSIR 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 好 然後我們就引用這份 簡報 那跟B2有關的是 在149月開始 好 那你們會好奇前面在講什麼 你們講的Linux的故事 Linux的一些 分層在做的事情 這其實很好看的一份材料 不過我們這次的主題是SKVN 149 你們知道還怎麼跳到149嗎 你們還轉好久來 149 好 接下來SKVN 好 那我們講SKVN 基本上就是可以看到說 在多處理器的狀況下 其實你會變成說很多事情病得很麻煩 就是說很多事情你不能去類推 你很多東西不能去類推 很多東西不能去精準的測量 很多東西不能精準的去估算 就是比方說城市的磁琴路徑 然後還有說這個Cache Coherence的那個Traffic 就是像前面講到講到時候 Cache Night Bounce 本身上就是因為什麼 Cache Night Coherence的這個成本 然後Buzz也會有什麼競爭 競搶這些關係 Log 跟別人講Log 背後就會有各式各樣的contention 還有各式各樣的機制 IO本身也是一樣 好 然後呢 前面就有講到這個Enders Law 然後還有翻說 Universal Skeptic Law 好 講這些議題 這個 USL USL 好 那這個東西我們解釋過了 好 那所以呢 你不難發現 就是說為什麼會有這些 為什麼 USL 跟Enders Law 會有大衝擊呢 就是為什麼會有不同 就是因為說 有很多需要等待 會有這些 那給大家一個提示 這其實背後呢 需要一些 要理解這些東西呢 需要一些 數學背景 好 所以我們在這個 多核處理器 與SpinLog 那其實裡面就提到一段了 提到什麼呢 就是有這個 數學模型 數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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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數學數學 嗯 按框架 這個 比如說我們講這個 cache covariance 那這個其實 欸 剛剛已經拍過了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呢 其實 Cueing Cueing Theory就是那個什麼 排隊理論 它本來就有數學基礎在這邊 然後這個 底下呢 還有一些什麼 甚至可以用那個 Macovic chain 做這個推論 這個之後我們還會有個 系列在講這個 我們就用網路當例子 然後搭配子 等等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事實上 你這個 比方說前面有這個 前面有這個 博松分布 就是那個 博松 博松分布 講那個機率 然後再更後面呢 會有什麼呢 會有這個 模型推導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說這個 scapability 其實 cache covariance 對spinlock 還有 funspinlock 的應用方式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 衝擊 甚至可以看到說 什麼 新建立的這個 TCP的連線 這些東西都會有影響的 那背後呢 其實就是 這裡 就是它的 QMod 剛剛提過 你可以用那個 博松分布 然後搭配這個 Markov Model 去解釋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呢 很多時候我們要改善就是 什麼 就是這樣的collapse 就是這樣崩壞的狀況 所以我們來講話的就是 逐步 那我原本是 這邊又 就舉到這個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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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這個曲線 就是 以這邊來講話呢 這個 這邊的屬步是比較高 但是你看崩壞 崩壞 崩壞的綜號 那原本是這樣 對不對 一個是這樣子對照 好 那我們對照另外一個 那也有可能會有這種 誒這個東西好玩啊 對不對 你的屬步 在某個情況下會claps 就是它的曲線不是永遠都是 永遠都是這樣 也有這種曲線 就是誒這個 就是我們本來預期它會這樣 end or slow 對不對 但是呢它就會這樣崩壞 誒但是也會變好 那這個東西呢 就要去思考發生什麼事 好 那接著我們來舉個例子 好 那你看到 看到一個狀況 這個狀況來講的話 就是說你可以用那個puff puff這樣的工具 去做分析 分析完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個很好玩 就是叫做什麼 fine lock page 然後呢 你會發現說 fine lock page呢 這邊來講話呢 這邊有什麼 86.9% 跟14.7% 那這個時候呢 就很有意思啦 就是你想說 就會想說 這個東西到底耗費在哪裡 就是說 這個fine lock page 到底發生什麼事 好 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fine lock page呢 它其實實作呢 其實很單純對不對 就是一開始 你給定了一個 給定了一個定值空間 你會給它一個對應 因為每一個 每一個process 都有獨立的adget space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如果我這邊是這個 virtual page 好 那我這邊有好多virtual page 然後我透過MAU 可以對應到 physical page 就PP 所以我是從這個vp virtual page 對應到PP vp到PP 那所以其實呢 這邊做的事很簡單 就是你看 我這邊就是 我把一個Mapping 帶進來 然後這邊來講的話 這邊有個spinlock irq spinlock 有很多系列 就是spinlock irq 還有這個 lock irq save 助詞 反正有一系列的操作 請 對照看一下 我們在Links核心設計的講座 也有講到什麼 有專門講spinlock 你可以 可以去參考一下 好 那你看 這個區域就是說 這邊是spinlock 然後 我在這邊 就是說 我在這邊 才會去什麼 才會去unlock 然後在這之後 又有一個lock 所以你看 這邊是 3lock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這邊一次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範圍呢 如果你要看那個spinlock的範圍 會從這一行 然後一直延長到這一行 那 而且還有一個狀況是什麼 如果這個if沒有發生的話 對不起 再繼續演示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spinlock的區域呢 其實這樣 是比較大的 然後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如果呢 我把這個spinlock 改成 re-rightlock re-rightlock re-rightlock的特性在哪裡 就是說 就是說如果你讀 還有寫的比例是不一樣的 比方說你的讀的次數是遠大於寫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轉化 以這個例子來講話呢 我們 這時候在幹嘛 我們這時候就在查詢 我們絕大多數都在查詢 這時候呢 這東西好玩啊 你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示意圖 所以你看到怎樣講話呢 這個 隨著這個什麼 隨著 就底下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底下這個是client的數量 然後呢 這上面是那個 你的那個硬體資源 所以你會看到說 這個東西很好玩 就是說 你的資源可以增加的時候呢 我可以同 就是 同時的這個 同樣的client進來 那我可以服務 我的什麼 我的每分鐘可以處理的那個任務量 其實大幅的提升 也就是說 我scalping就變好了 就 顯著就好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呢 那我們要去怎麼定位自動問題呢 就是你要去找出 Bartner 從觀察開始 知道真正敵人在哪裡 不要陷入旗子 跟塞子 這樣俄文 俄語論 不要總是迷失在這個月亮上 如果有太陽可以看 為什麼看月亮 就是 搞清楚 好 那所以呢 這些東西其實講起來 很簡單的 其實這樣做起來 還蠻困難的 所以常語來說的話 你需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 常語來講的話 你需要降低Lock 使用 好 那降低Lock的使用的話呢 就是 你可以比方說設計Lock-free的那個Aware 所以 Lock跟Lock之間不有競爭 甚至 可以完全不Lock 那時候呢 有個東西你可能知道 叫做 MeMailock MeMailock是由 Microsoft Research 所 提出了一個新的一個 實作 那這個實作呢 很有很有意思 這個實作 有意思地方在哪裡呢 這個 這個實作有意思的點 在於說 它的這個 它是完全不用用到Lock 就是來看一下這個程式的好 如果你去找那個Mutex 找那個Mutex 好 那你正在持字馬 找Mutex的時候 咦 竟然找不到 找不到 Mutex 可是如果說你去找別的Mailock 比方說你找這個 J1Mai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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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然後呢你去找這個 Mutex 你發現 其實還是有吧 對不對 有好幾個地方運用到Mutex 對不對 這邊有Mutex 4 Mutex.7 那這裡可以看到說什麼呢 剛剛那個Microsoft 那個Mailock 它是一個 另類 它是一類 這個很特別 就是它 在內只用 Automic operation 但是它避免用到什麼 避免用到這個 Mutex stack 當然 Automic instruction 不是說用了就 不是用了就 沒成本 它其實有成本 但是Mutex.9 又是建構在 Automic operation之上 所以它的這個代價是更大的 當然這麼 寫程式是很費工的 注意到 Lock-free 的 複雜度高很多 你要寫出一個好程式很困難 不過這件事是值得的 你可以看到那個 Benchmark的那個示意 就是說 這邊來講的話 越少是越好 所以它把 這個 把Mee-Mailcraft 把它Normalize 所以可以看到說 有很多 Trotel 都會表現 都 沒有那麼好 尤其像 尤其像 像那個什麼 J orden 某 在很多侧項我還會比 Mini Metal 還很差 所以注意到就是說這個東西的本質上 可以看到 Mini Metal 就是大量運用到 Lug Free 的 Argo 這個東西寫起來很簡單 但是其實做法蠻困難的 我跟我的旋律最近也在修改 Mini Metal 我們已經陸續提交一些改進方向 我們希望也最近可以整理起來給各位做參考 因為它真的是把 Lug Free 發揮到極致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說我們盡量避免 Exclusive 就是那種 避免這個 會需要用到這個 就是你原本可以是並行處理的 但是你會有一些什麼 會有這個要序列處理 那我們現在想辦法去降低什麼 降低這種可能存取 就是簡單說讓競爭的狀況降低 那這個有一種做法就是像剛才講的 就是我如果知道資料形態 我做一個副本 我從頭到尾就是在副本上處理 那直到一定需要做共識做同步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為什麼 那個我們剛才一開始都有講到說那個 Blockchain 就是中間有提到Blockchain 然後背後的共識演出法 它其實是做一雄的理由 因為其實做一雄為了要解決這些什麼 Lug 成本 其實最好Lug就不要Lug 但是我不可能完全不Lug 所以我又有個共識 所以先各自有個不同的Counting 然後之後我們在某個時間點 某幾個指定的點 再幹嘛再把它存入同步 好然後再來是有個東西 RC5 這個在LinusCounting設計的同步機制 我們就花了時間講 那這個東西很關鍵 就是 然後當然還有這些 SequenceLack 這些這種東西 好 那所以這個 這系列 這後面再講那個SequenceLack 的時候有提過 那這邊預告一下 我們下一個要講的東西就是 就是 WMB 你說這個WMB是什麼 還記得吧 好 就是 這邊WMB不是那個 RMW RMW講的是 Read, Modified, Write 好 那這個WMB是什麼呢 它是Memory Barrier Memory Barrier Memory Barrier 就是這個 好 就是我們下一個要講的一個機制 它也是柯總的一個同步機制 那為了要了解這個東西 你要了解一個非常困難的東西 叫做 I Ordering 所以這我最近也在整理相關的教材 相關的材料 這東西不好理解 因為它其實是比那個 同步又更複雜的東西 因為這東西要從橫底層 甚至它後面有一個數學模型 所以沒有懷疑 它又是一個數學模型 那這個數學模型 我會去告訴你說 在這樣的Relax Model 什麼的 簡直說 因為有兩種主要的層級 會影響到 Io 的順序 一個是編譯器 編譯器會把 指令的順序調整 另外就是處理器 處理器會做 比方說 Out-O的Execution 所謂的亂去執行 然後甚至說在這個 因為涉及到整個Memory的Model 像剛才前面講的CCNU 這些東西 這東西都會導致影響 所以注意到我們今天講的 那些議題的時候 其實是把好多的東西拼在一起 好 但是各位也不要慌張 希望大家一次了解一個議題 像我們剛才有提到 RCU 提到Lux3 或者更早之前有提到 Cash Line Bouncing 然後Cash Corrients的成本 那你把個別的議題 單獨的把它了解 然後多看這些案件 那這些案例的話 除了看這些投影片 你說怎麼學 很簡單 你就是在Linux kernel Mail List 去找相關的材料 找相關的Patch 知道這些Patch的問題 都在關注什麼 Linux kernel發展的快速 就是在解決這個問題 能夠正確執行這很好 要是要更好是吧 效率更好 更安全 然後能夠提出一個 更一致的方法 就是要像前面講的那種 就是像前面提到sloppy sloppy counts counter這樣的議題 好 那所以呢 我相信各位在這樣的一個認知下 應該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今天從很多層面 去解決這個 去觀察Skabierty的問題 觀察什麼Skabierty的 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然後注意的去找出相關的議題 然後知道說 有哪些手法可以去克服 好 好 就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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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